好,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啊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中营机会的大讲堂 也是来到咱们公开课的直播间 那么首先啊,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一个课堂 那么大家在这个网上呢,也是比较辛苦 但是大家还是满怀着这个热情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听课 所以说,首先呢,是对大家这种学习的热情啊 也是表示肯定 那么我们也是非常的感谢大家啊 在过去这么长时间以来 对于我们中营期货 我们团队的一个大力的关注和支持 那么也是由你们的支持呢 我们团队啊,才能够不断的去创新 去给大家推出更多的服务和内容 包括课程啊,培训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服务的内容 那么也是你们的支持啊 让我们走得更快更好 所以呢,我们趁着这个机会啊 在感谢大家的同时 也是帮助大家更好的去进行一个 2022年的一个回顾和总结 那么我们今晚的主题呢 就是如何打好2022年的收光之战 那这是我们今晚培训课程的一个主题 好,这是一个简单的介绍啊 老朋友呢,比较熟悉了 咱们也不过多的去进行展开 但最重要呢,还是希望送大家这句话 做简单交易过快乐生活啊 希望我们通过今晚的一个交流和学习呢 能够帮助大家啊 更好的去做我们的一个交易 让交易呢,变得更加的简单和轻松啊 实现做简单交易 过快乐生活的一个目标 好,那么我们今晚的内容要点呢 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第一部分是建立完整的交易体系 那么我们说凡事呢,你都要有一个好的开始啊 那么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战略性的一个规划 建立完整的交易体系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第一部分 其次呢,是科学的资金管理 而我们说资金管理啊,其实是非常重要 科学的资金管理尤其重要 那么怎么去做呢 我们也会去给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第三部分就是加插开舱必杀记 这个呢,想必也是很多朋友感兴趣的 那么老朋友呢,可能之前也听过 是吧,但是我们也会把它进行一些内容上的更新 然后第四部分呢,就是分级提升的路径 就是我们要如何去总结,是吧 而我们要看看自己到底是处于哪一个阶段 我们应该怎么去定位 是吧,我现在我是上幼儿园 还是上小学初中,还是上大学 我每个阶段学习的内容 我训练的东西肯定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说每个阶段我们遇到的困难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我们要分级去提升 我们应该采用什么样的路径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五部分就是我们会员的福利的赠送 是吧,那么年底了 也是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在直播间也会给大家赠送一些福利 而且也是我们团队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一些内容 希望对大家的交易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说通过以上五部分呢 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一个主要的内容要点 所以如果你能够认真完整的听完咱们的直播 那么你是可以领到咱们的福利的 每个人都有啊 只要是参与咱们直播间的朋友 每个人都有啊 到时候呢可以联系咱们报名的老师去领许就可以了 好,那么咱们接下来呢就正式开始咱们的课程的内容 首先第一部分啊 就是建立完整的交易体系啊 为什么我们要把建立完整的交易体系放在第一部分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 假设我们要去修建一个高楼大厦 比如我们说爱佛尔铁塔 包括像北京这个中国砖或者是说东方明珠 当然还有很多全世界是吧 著名的高楼大厦 那么我们说你想要去修建高楼大厦 你该怎么建 假设你是啊这个负责人 你应该怎么做 是不是啊 所以这就是其实就是我们要有一个 战略性系统性的这么一个工程的思维啊 我们不是说随便我就是吧 我就是从一些细致末诀去入手 那么肯定是不行的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战略性的思维 我们说九层之台起于雷土啊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那么其实我们说你要想修建这么一栋高楼大厦 尤其是这种摩天大楼的话 它肯定是需要有很多准备工作的 其实交易呢也是如此 我们说你想要在交易市场 在资本市场上是吧 哎然后赚到钱啊 那么你想要在资本市场上有所收获啊 那么其实你也是需要一步一步的去做啊 很多朋友呢本末倒置了 就是一进来他就想着哎 看到别人赚钱了 我也要赚钱是吧 别人可能已经学习研究了好几年啊 通过系统的训练好多年了 那么人家赚到钱 那么也是人家应得的 但你可能你刚进来什么都不懂 你也想人家赚钱 那么我们说这是不是啊 其实是幻想啊 我们说这是有可能 但是呢这种状态肯定是不长久啊 因为我们说你没有掌握这么一个方法啊 那么所有进来 如果一开始就进来赚到钱的呢 往往可能是运气比较好 我们说新手加成 对吧但实际上我们说这种状态能持续吗 它肯定很难持续啊 往往呢你开始就尝到甜头了 后面可能会摔个大跟斗啊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说啊 其实交易就像我们去盖高楼大厦一样 它也是需要一步一步 那么我们最应该干什么呢 最应该肯定开始是 你要有一个构想 是不是 我们为什么说你要有个框架呢 那么你就要有个想法 我梦想先建成什么样一座高楼 是吧你是不是先有一个设计图子啊 我应该怎么去修建 对吧你去讲我是设计肩的 还是设计这种柱状的 还是设计怎么样的 是吧还是设计长方形的等等啊 我先有一个构想 这就是框架啊 我们说你框架都没有的话 你这个楼怎么建啊 你是没法建的啊 所以我们说一定要先有框架的思维 然后其次呢我要选纸啊 对吧选纸 然后打地基 我们说基础不劳 地动上摇 你想想这么几百米的这种高楼 如果地基不稳的话 它怎么能啊坚固呢 啊我们所以说啊 一定要打好基础 交易也一样啊你要打好基础啊 如果你基础不劳 地动上摇 有可能你短期赚到了钱 但是你长期下来 它有可能啊 又是会让你变得很痛苦 是吧 其实很多朋友都应该感受过这个一个历程 尤其是做交易时间比较长的朋友啊 所以我们说 其实很多时候往往交易知道呢 它和我们生活中很多道理都是相通的啊 所以说我们既然想要去修建一个高楼大厦 啊想要在交易市场中对吧 在这个台阶上走得更远 那么我们就要一步一步来 所以我们说第一步就是要构建完整的一个交易体系 那么建立完整的交易体系 我们必须要有三大系统 那么哪三大系统呢 啊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我们要建立一个完整的交易体系必须要有三大系统 这就是不可或缺的啊 但凡缺了一个那你这个都不完整是吧 你这多楼都不是很稳固啊 都是遥遥欲坠的都是有很大风险的 那三大系统呢 首先第一个是资金管理啊 资金管理为什么我们说把它放在第一个呢 啊接下来我们会讲是吧 但是它是非常重要的啊 因为我们其实在交易交易的是什么呀 交易的就是资金我们说投资你是不是就是对资金进行一个管理啊 啊所以这个呢怎么去管理 那么我们是要有一个很科学的办法 第二个呢是趋势分析啊你想要走的更远是吧 你得知道现在是往左往右往上往下往多往空 你得有一个方向啊 我们说你方向都不对那就是南辕北辙了 所以一定要有个趋势分析是不是 我们说为什么说努力的方向啊 往往比努力的程度要更重要呢 嗯你方向对不对了啊 那么你再努力你就南辕北辙是吧啊 你越努力啊 那么你方向你就越错误是不是啊 所以说趋势分析也是非常重要 那么怎么去判断趋势啊 想必大家也有很多方法 但是我们会给大家提出一些比较简单易懂 大家能够容易掌握的一些趋势分析方法 然后第三部分就是交易策略 对吧你学会了管理的资金 我也学会了判断的方向 但是第三步就是怎么做 我应该怎么走 是不是 我应该跑步前进呢 还是慢慢的跑啊 慢慢的走 是吧 啊我应该怎么去分配 啊 那么这就是交易策略层面 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 是吧 这就是落地层面了 我们说这就是战略战术和战法啊 就是我们说你做交易就像打仗一样啊 所以我们其实是要有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缺一不可 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三大系统缺一不可 所以你现在就可以回过头来去审视一下自己 看看自己的交易体系当中 你这三块都有吗 你是怎么去管理资金呢 对吧 你是不是都是喜欢满餐做啊 所以我们说资金管理 我们应该注意的几个要点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一定是要用自己的闲钱投资 这样我们才会没有太大的一个心理压力啊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一定要闲钱 很多朋友都喜欢 对吧 看到别人赚钱了 说我也要赚大钱 所以呢 他就是要要去借钱融资 对吧 加杠杆啊 或者配资啊 觉得这样赚钱快呀 但是你会发现 你用自己的闲钱和你借钱 那你最终造成的心理状态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你借的钱 你还毕竟怎么样 你还是怕亏的吗 哪怕你的水平非常高 你还是怕出现亏损 是吧 你的压力就不一样了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自己拿钱去投呢 可能他还能赚到钱还做的不错 但是一旦去帮别人管钱了啊 或者说借别人的钱来投资了 其实他的整个交易的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 可能自己也能赚到钱 但是呢你当你超出了你的这个范围之后呢 啊 那么你可能就变亏钱的了啊 人还是那个人 方法也是那个方法啊 但是就是你的压力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说这就是第一点 用闲钱投资啊 一定这个钱呢啊 他不是你急用的 第二个呢 一定要控制好当比亏损的总额度 我们说留得清商债啊 不怕没财烧啊 如果你一比你就亏了很多是吧 你一下就腰涨了 100万你一下就亏掉50万啊 你就想想吧 你从50万回本 那你要翻一倍啊 这个难度可想而知多高 但是如果我100万 我一下子亏1万呢 啊 我99万我 我再想回到100万是吧 我99万赚1万块钱是不是很容易 所以你就要 这就是盈亏的不对等性 所以我们说 为什么说一定要有止损的这种概念 一定要控制好当比亏损的总额度 就是我这一单最多就可以这么多 你先把这个想好了再去投 是吧 没想好你就先别投 啊 第三个呢 是极端行情下一定要风险可控 我们说 只要我们在这个市场里面 在资本市场一切皆有可能 啊 那么你只要做的时间足够长 你肯定会碰到极端行情的 啊 每个人不可幸免啊 你永远会碰到极端行情的 只要你做的时间足够长 所以我们要做到是 你想要在市场上长期生存下去 我们一定要保证在这种极端行情下风险可控 比如像 20年的疫情 是吧 啊 原油啊 股指这些大跳空啊 还有之前双十一啊 这种从涨停到跌停 对不对 或者说你在股票市场上碰到了黑天鹅 连续跌停 啊 连续跌停吧 那你碰到了这种呢 你别说碰不到 你只要一直做 你总会碰得到 对吧 啊 我们说小概率的事件 当你做的时间足够的长 他就变成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啊 所以我们说一定要 控制好这种极端行情下的一个风险 所以这就涉及到隔夜仓位的管理 怎么去管理隔夜的仓位 是吧 很多人说都是重厂满仓隔夜 那么说你只要碰到一次行情 你可能 来第二点你就 做不到了 你就这一笔你就亏损了很多 啊 因为这是长期下来你是一定会碰到的 啊 我们任何时候不要有侥幸的心理 啊 所以说隔夜的仓位管理 你日内怎么做 是吧 啊 你能掌控得了 那么仓位重一点无所谓啊 但是隔夜的仓位一定非常要做好管理 这就是我们说去做好科学的资金管理 啊 这个呢一会我们可以的大家详细的展开 其次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趋势分析 怎么去做趋势分析呢 首先我们一定要知道判断大方向啊 一定要顺势而为是吧 不逆大事操作 这个呢想必大家也都耳熟能详了 我们做任何事情做交易一定要顺势而为 是吧 但是你反过头来去看看自己 你顺势了吗 啊 很多时候你看的是多头 看的长得挺高了 明明知道他是多头 总是忍不住的去摸一把空吧 对吧 万一长了这么多了 万一他就回调了呢 我就想个回调怎么样 是吧 啊 是不是有这种侥幸的心理 明明知道是多头去世 但是呢 就觉得他可能要调整了 然后结果呢 啊 他没调整直接继续拉 啊 是吧 所以这就是你真正说在操作过程中啊 你没有做到顺势而为 那么我们说你怎么去做到顺势而为呢 啊 啊 我们就给大家提出了520的结构 啊 520的结构啊 这个呢 我们可以清晰的去帮助大家了解行情目前所处的阶段 就是我们说520结构最终我们会推演出来九种结构啊 九元结构啊 九元结构将会包含所有的行情啊 所有的行情都可以在我们的520结构当中包含 所以呢 你只要把520结构掌握了 没有你看不懂的行情啊 而且呢 我们不仅要看懂行情还要知道他怎么做 每一种结构每一类结构都会对应相应的策略 是吧 这就是我们会趋势分析给大家讲的 最后呢 趋势分析当然我们说这个是从行情层面 也就是说我们从价格技术层面去讲的 最后我们还有基本面和技术面几个使用 我们说基本面和技术面其实它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 也不是矛盾的关系 而是一个相辅相成结合使用 所以很多朋友经常会说我是搞基本面的 我是搞价值投资的 我是搞技术的 非得把自己归结于某一派 其实我们说真正的交易 它是不分派系的 我们肯定是要结合起来用 只不过不同的阶段呢 我们侧重点不一样 你说哪个重要一点吧 其实两个都重要 但是不同的阶段 它有不同的一个重要性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要学会去结合使用它 这就是我们的趋势分析会给大家讲的内容 第三部分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落地层面的 我们说就是我们的战术层面的 具体怎么做战术战法了 那么首先我们一定要明确 我们开仓适当的条件和标准 就是很多朋友每一次你开仓 你是没有标准和条件的 就是觉得要涨了 它就去做多 觉得要跌了就做空 我们说你觉得它可能也是你的经验 但是你这种经验是不是具有一定的概率呢 你是不是明确的标准呢 不能说我这次这么觉得 下次那么觉得 那你这个东西就不稳定了 对不对 你不能纯粹是靠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看看我们这种感觉 它就算是也是一种方法 其实背后也是一种逻辑 我们要看看它的胜率情况到底如何 其次呢我们开完仓之后 不能就裸奔啊 不能就不管了呀 是不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怎么去设止损 啊我们一定要刚刚说了 控制好单比亏损的总额度 这个是一定要有的 然后呢怎么去止盈怎么持仓 是吧 包括加仓减仓这种方法 啊我们怎么去做 其实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你不能说官会开仓就完了啊 我们说你但凡你在战场上也一样 你既要知道怎么进攻 也要知道怎么撤退和防守啊 对吧 不能一股脑的往前冲啊 那肯定也是不行的 对不对 肯定要进可攻退可守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完整 所以我们说一直以来 要强调完整性交易一定要完整啊 第三个呢 还有很多朋友关注的就是怎么去盯盘 是吧 怎么去快速盯盘 怎么选品种啊 我也想选到一个更好的品种 那么这个呢也有相应的实战技巧啊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在交易过程中 必须要包含的三大系统 你再看看你自己有没有 是不是 你有没有啊 每一项你是不是有相应的一个标准啊 我们说你不能乱来的 对不对啊 我们的资本市场啊 如战场啊 那么不能乱来的 资本市场就是无硝烟的战场啊 大家一定要理解 是吧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博弈啊 在这个市场上是啊 就是我们说 其实这就是一个博弈的市场啊 整体上来说 它就是一个博弈的市场 所以说啊 你想要从这个别人的啊 这个口袋里赚到这个钱 那你想想难度有多高 它不是那么容易的呀 对不对啊 你博弈那么怎么在博弈当中取胜 嗯 所以说这就是需要我们啊 有一个系统的方法 那么我们说为何进退有序 因为训练有数 对不对啊 因为你是经过系统的训练的啊 你是有完整的交易体系的 所以我们要做到什么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所以我们说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在交易当中 你还没有开仓呢 你就要先管理好资金 对不对 为什么把资金管理放在第一位呢 啊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就这个意思 对吧 你的资金就是你的粮草 你想想你在战场上 你没有粮草 你怎么打仗 你在资本市场没有资金 你怎么投资 是吧 不是靠嘴说的啊 啊一定是靠 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啊 啊 所以我们说既然是真金白银 为什么啊 很多朋友就这么不上心呢 对不对啊 很多朋友都是把自己的钱不当钱 是吧啊 有的有的朋友甚至买了 一个品种啊 买了仓位 放在那里 可能都忘了啊 啊 那其实心非常大 是吧啊 我们说我们佩服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但是实际上 这样肯定是不行的 对不对啊 既然我们说要做一件事情 我们就用心去做好好去学习研究 所以呢 在此啊 其实大家能够来到直播间 来参加咱们的培训和学习交流 其实是非常不错的啊 说明大家有这种学习的意识 你也意识到资本市场 我们是需要训练的啊 我们只有做到训练有数 我们才能做到进退有序 对吧 才能不惧波动啊 所以我们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去怎么去管理我们的粮草呢 这就是我们的资金管理的内容 怎么去做好科学的资金管理啊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重点讲的部分啊 资金管理呢 其实啊 我们首先要思考一下 为什么要进行资金管理 是吧 怎么去进行资金管理呢 其实我们从两个方面去给大家去进行一个分享 为什么要进行资金管理 是吧 首先我们要知道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嘛 交易是充满着不确定性的 如果确定了啊 那么我们还需要管理吗 确定了就不需要管理了 对不对 如果能百战百胜 那还需要资金管理吗 那直接就一把冲就行了 对不对 你打仗也让我明知道这个胜仗 我肯定全军出击啊 是不是啊 我还需要派一个小部队去试探一下吗 看看有没有埋伏吗 对吧 那就不需要了 所以我们说既然我们没法做到百战百胜 没有长胜将军 所以我们要资金管理 而且是什么呢 风险往往来自于失去警惕的那一刻 你觉得没有伏兵 是吧 可能 往往啊 你就中埋伏 中了敌人的圈套了 所以资本市场一切皆有可能 不要觉得不可能 是吧 不要觉得今天这个暂停了 你就万事大吉了 他也有可能到跌停啊 是不是 所以说时刻我们要如履不悲 小心才能使得万年床啊 一定要小心 是吧 在市场里面啊 再一天我们就要小心一天啊 所以我们说 要成为寿星 不能当谈话一线的明星 我们说这个市场明星很多 但是寿星很少 你有发现没有是吧 啊 市场上很多大老也都一样啊 哎 这个阶段啊 我又翻了翻了多少倍了 是吧 这个冠军大 这个冠军啊 又拿了哪个大赛的这个冠军了 啊 你有发现是吧 你看你去观察一下 啊今年的冠军明年还有吗啊 其实你发现这么多年以来 你很少见到有冠军是说 我连续的 甚至说今年的冠军 甚至连明年的一个前十啊 都进不去 为什么呢 你要想想为什么 因为他今年拿的冠军 他都是堵出来的 你要知道吗 为什么呢 那冠军肯定是重仓啊 驳出来的 只不过是幸存者 他是幸存者啊 所以说啊 当然他的方向每次呢 可能都把握的比较好是吧 或者说都堵对了啊 啊 同样这么做的人可能 在中途就牺牲了一大批了 同样满城做的人 可能一把就被干掉了 是不是 一万个人当中不断的淘汰 不断的淘汰啊 最终呢 就是一个幸存者 这就是明星嘛 但是明星能成为兽星吗 很难 对吧 因为他这种操作模式 是很难持续的 所以我们说 在这2G市场中存在的不确定性 我们需要进行资金管理啊 我们不求成为这些冠军 但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兽星 对吧 我们要持续 每年我的目标也不要太高 对吧 差不多 行了 但是我能够啊 持续 这就是最好的 这是资金管理 第一个 我们要知道交易中的不确定性 所以要进行资金管理 那么其次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资金管理呢 哎 那么就是因为交易中的高杠杆 尤其我们说你来到期货市场啊 来到这个外汇期权啊 这些高杠杆的市场当中 我们一定要进行资金管理 因为你如果在这种高杠杆的市场中 你不进行资金管理 你可能很可能一把就被打掉了啊 这是有可能的 对不对 我们说为什么说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才烧 你一把就全烧光了啊 那么肯定不行 对不对 我们说看准了大方向 判对的趋势 但是如果你进场的时机不对 很多人就喜欢抄底啊 是吧 抄底抄抄抄 最终呢抄到半山腰 对不对啊 跌跌破了腰掌啊 再腰掌啊 甚至你像对吧 尤其今年的很多行情 尤其包括像很多这个股市都一样啊 啊像港股都一样啊 对不对 能低个80% 90% 甚至95的都很多 你想想你是不是全金覆没啊 啊 那么很有可能就倒在了黎明之前 那一旦把你打爆了 那么就被市场无情淘汰了 淘汰了之后呢 行情可能又来了 哎 后面又来行情了 嗯 是不是 行情它总是周期轮回嘛 我们说行情总是有的 啊 所以我们说很多时候你就是火中取栗 徒手接飞刀 难度系数呢是非常高的 很多人来到市场 他不是说为了赚钱 对吧 他是来获得成就感的呀 嗯抄底摸底的人 往往是去来寻求刺激 这个找存在感的呀 觉得哎我这个每次都做对了 我有成就感 对不对啊 但是实际上这种难度系数极高 因为错误的行为方式啊 总是要付出最惨痛的代价 你错误的行为方式可能短期是正确的 但是你长期做 他就是要付出最惨痛的代价 总有一次你要碰到嘛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留着青山寨不怕没财烧 保护本金永远是第一位的 这就是我们说资金管理 哎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资金管理 因为交易中的不确定性 因为交易中的高杠杆 啊 所以这个呢 大家要先有这种意识啊 我们再去做资金管理 才有意义 好接下来 那么我们就去想怎么去做资金管理呢 既然资金管理这么重要 我们怎么去做资金管理呢 是吧 尤其怎么去做科学的资金管理呢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给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首先在这里呢 我们先给大家提出了一道 数学模型是吧 也是咱们资金管理的经典数学模型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道题 期货交易者贾某啊 他资金是100万 他本金是100万 那么每次呢 他用X的资金交易 这就是仓位 对吧 每次我拿多少 那就是X的仓位 那么他怎么做呢 赚了一倍就止赢 如果亏损的话 但这X的资金全部亏掉就止损 因为贾某啊 他精通行情分析 胜率呢能够达到60% 但是说60的胜率高不高 其实是挺高了 因为我们说据统计啊 这个市场上大多数的指标 大多数的方法 基本上胜率呢 就是在45%到55 对吧 其实就已经算不错了 55就算不错了 所以胜率到60% 你可以看看自己的胜率有多高 对不对 其实他就算还算可以是吧 不说很厉害 但是还算可以啊 问啊 但X为多少时 就他这个仓位是多少的时候 那么这个贾某啊 再顺利完成100次的交易 就是做了100次交易之后 他的账户能实现盈利 在这里呢 我们先假设交易成本为0 是吧 这就是一道最经典的一个数学公式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每次用多少的资金交易呢 很多朋友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条题 是吧 先把这个题目进行一个拆解啊 我们分为这5个参数 首先呢 本金100万 每次仓位是多少呢 就是用X 这是他每次交易的一个比例 盈亏呢 就是赚了一倍就只赢 相当于X 我赚了这个X 是吧 然后当这X的资金全部亏掉就止损 嗯 胜率呢60% 那么次数 顺利完成100次 所以我们说 他是一定要顺利完成100次 你不能说啊 我做个10次 我就不做了 那不行 那你必须得100次 因为我们说交易 它是一个持续的 不是很多朋友总是想着啊 我赚一把赚了钱 我就激流永退了呀 是吧 我定一个小目标啊 赚一个一 我就不做了 事实上很难做到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说 我们是交易是要持续的啊 至少100次是吧 我们也不多 100次啊 其实也不多 那么结果呢 最终我们要考虑 当X为多少的时候 账户是盈利的啊 首先我们 帮助大家用表格啊 先去梳理一下 那么本金 数值资金100万 假设我们第一次啊 我们用 一半的仓位行不行 用50万啊 投入50万 而第一次赚钱了 那么我们50万就赚了50万 啊 那么不就变成150万了吗 这个很好理解是吧 第二次呢 我们本金就变成150万了 我们还是用一半的仓位 用50的仓位 那就是75万的投入 那么这一次呢 不好意思 很不幸亏了 那么我们150万就剩下75万了 啊75万呢 啊 我们也是用一半的仓位 是吧 那就变成37.5万去投入 这一次呢 哎 又赚钱了啊 最终本金啊 我们又变成112.5万啊 所以说 如此循环啊 啊 按照我们60%的胜率 相当于你100次当中 有60次赚钱的 这里呢 我们是三次当中 有两次赚钱的 啊 那么 哎 我们说他100次之后 最终这个总资金是多少呢 啊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啊 大家可以在咱们的互动栏里啊 进行一个回答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觉得啊 我们100万的本金啊 在盈亏比1比1的情况下 通过啊 100次的交易 最终是盈利的还是亏损的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啊 用50的仓位的时候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啊 去回答一下啊 大家可以参与一下互动 觉得是亏损的朋友啊 请举手啊 觉得是盈利的朋友也可以请举手啊 可以在咱们的互动栏里进行啊 咱们的回答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是吧 大家一定要进入到咱们现在这种状态当中来啊 可以去思考一下 答对答错呢 其实无所谓啊 大家思考就行了是吧 凭你的第一直觉 第一直觉 就觉得他是盈利的 那我们就盈利 亏损的就亏损 是吧啊 咱们无所谓 嗯 好这里有位爱健康这位朋友啊 说亏损啊 邱这位朋友也说是亏损啊 是吧 哎 大家积极参与了挺好啊 李明龙啊 咱们这位朋友也是说亏损 是吧啊 看来大家都不看好呀 都不看好 他这么一个模式 是吧 还有自用双全 他说盈利哎 你看 所以说同样一道题啊 大家这个观点就不一样了啊 大家的这个想法感觉就不一样了啊 非常好啊 大家都参与了挺好的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啊 就来看一下 咱们这么一个模式 最终它到底是盈利还是亏损的呢 我们通过咱们的计算机数学模型 给大家进行一个演示啊 怎么去测算一下最终的盈利仓位呢 啊我们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对不对 但是我们在此呢 先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模型 他到底是盈利的还是亏损的 就假设我们是用50的仓位 就是半仓嘛 因为很多朋友都是喜欢用半仓 觉得我满仓做的风险太高了 所以我就用半仓 是不是可以 其实是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半仓呢 啊 本金100万 仓位是50 盈亏比1比1 胜率60 最终资金是多少 最终资金是3.34万 啊 哎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你用半仓的时候 你觉得杠杠倍数 大小合适 风险可控 是吧 但是我们说在这个60%的胜率 和盈亏比1比1的情况下啊 最终的资金100万的本金 只变成了3.34万 只剩下这么一点了啊 所以我们说你用50的仓位 是高了还是低了啊 很多朋友说啊 他亏的只剩这么一点 肯定是仓位用的太低了嘛 是吧 我多用一点仓位 他可能就赚钱了呢 是不是 按我们的常识是来说 我们仓位越高 是吧 我赚的越多 那么他既然是亏的这么多 肯定是他仓位太低了 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可以来测试一下 50的仓位不行 我们用60行不行 啊 接下来我们可以来用60 60的仓位 大家可以看一下 同样的胜率60% 同样的盈亏比1比1 最终 我们把仓位提高到60的时候 最终资金剩下多少 最终资金只剩下了0.02万 大家是不是震惊了 是吧 我仓位提高了10% 没想到亏的更多了 所以说 其实你的杠杆又提高了 原来你只用50的资金 现在你用60 相当于你杠杆倍数又提高了 在这种高杠杆之下 尽管啊 其实你看中途啊 中途 比如我们说前面他还不错 从第一第一次比交易 做了十多比交易 他最高呢 是到了4500万 100万啊 你想他翻到了4500万 这时候他能享受到这种高杠杆 带来的一个魅力 对不对 啊 中途翻了很多倍 啊 但是我们说 你一定要就继续交易啊 你不能说我交易这么多 你想你赚了4500万 你是不是想赚5000万 嗯 赚了5000万 你是不是想赚一个亿啊 赚了一个亿 你可能又想赚10个亿 人的心里其实都是这样的啊 是吧 这种故事啊 其实在我们资本市场中发生了很多次 是不是 很多人都其实都是做了一个大的过程车啊 这个不就是一个大型的过程车吗 所以我们说你只要持续交易下去 因为你这个模型是这样的 你每次都是这么做的 你只要一直交易 最终的结果都是亏损啊 所以我们说你只要这么做的话 你中途不管你是多风光多辉煌 最终都是烟消云上啊 都是归零的状态 是吧 持续交易的话 所以我们说你仓位提高啊 是不是风险越高了 杠杆越高啊 那么既然这个仓位太高了不行 我们是要不要降低一下仓位试一下啊 那么我们降低仓位试试50不行 60不行 我们40行不行 什么时候高仓位既然容易出现大亏 我们降低仓位到40啊 40之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最终资金变成多少 变成了78.29万 哎 我们刚刚呢 只剩下了3.34万和0.02万 现在我们只把仓位降低一点点 最终资金的亏损呢 就大幅的减少了 虽然我们100万还是亏损的状态 但是呢 它其实亏损的幅度已经远远减少了 是吧 至少我们大部分的本金还都在 所以我们只改变了一个仓数 就是仓位 其他的都没变啊 胜率还是一样 盈亏比还是一样啊 次数我们也继续做 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说在这个胜率和盈亏比固定的模型上 降低仓位呢 它无疑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办法 是吧 你只要改变仓位啊 就是比较好的办法 所以但是目前呢 它还是处于一个亏损的状态 它还是亏的啊 那么我们说啊就要关注一下 那么我们可以继续啊 继续的去看一下啊 继续的去看一下啊 那么我们既然 40的仓位还是亏 那我们继续降低一点行不行 还降低到39 我们就少降低一点 继续降低一点 行不行啊 可以继续降低一点啊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 那么39之后 它最终资金变成多少 变成了98.65万 哎 基本上亏的不多了 100万的本金亏的不多了 只亏一点点了 说明降低仓位还是有效的 对吧 啊 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那么 还是亏损啊 我们继续降低行不行 39不行 我们降低到38 哎 38之后奇迹发生了 最终资金变成多少 122.58万 已经开始扭亏为盈了呀 啊 我们仓位降到80 38的时候 已经变成122.58万了 已经本金从100万啊 已经变成122万了啊 同样的啊 他的参数呢 还是没有变对不对 胜率盈亏比交易次数 这些都没有变 只不过我们把仓位降到38 那么他就实现了一个盈利了 所以我们说38 就是这个模型的仓位临界值 啊 只要你跨越了这个临界值就是胜利了啊 你的仓位低于39% 到了38% 他就是一个胜利了 所以这就是临界值 嗯 对吧 就相当于我们那个冰一样 是吧啊 水和冰的转化啊 那么零度 这就是也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临界值 在这里仓位呢 38啊 他是一个重要的临界值 啊 只要你低于他 在这个模型之下 那么你就是能盈利的 嗯 我们说总体上是盈利的 中途呢 我们说他有很多种方式啊 中途 我们碰到不同的行情 他有很多种方式 你其实你不管怎么去算 最终都是一样的啊 都是结果都是一样的啊 就是我们说 这叫做殊途同归 哎 那么38的仓位 我们已经能盈利了 想不想赚更多的钱 肯定想啊 对不对 谁不想赚更多的钱呢 啊 继续降低仓位行不行 可以继续降低仓位 那么我们从38降到30 我们可以看到30 哎 他盈利呢继续增加 变成437万 你看他一下就放了好几倍了 从100万变成了啊 437万了 直接放了4.37倍 对不对啊 直接就放了好几倍了 你仓位就降到30 那继续 对吧 我还想赚更多行不行 那你继续降 可以继续降 降到20% 哎 降到20% 你看 降低仓位到30%的时候 最终资金大幅增加 当仓位降到20%的资金呢 资金就变成了本金的7.49倍了 749万 对吧 哎 你看多么神奇 有没有发现多么的神奇 嗯 我只改变了仓位 啊 那么我们接下来是不是 还要想赚更多啊 还能赚更多吗 啊 继续降低仓位行不行 啊 盈利是否还会继续增加呢 啊 大家又可以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仓位其实是一路在降 是吧 从50降到40 降到30 降到20 那么我们能降到10吗 啊 我们先别降到10 降到19行不行 先降到19看一下 是吧 啊 19行不行 19其实我们说还是一样的模型 仓位降到19 他资金变成745万 啊 比刚刚又少一点了 刚刚是400 749万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对吧 啊 2749万 啊 现在呢又少一点了 所以他仓位降到19 哎 反倒少了 那么我们说 20 那么我们提高一点行不行 既然19赚不了 我们20 21 是吧 再降再提高一点啊 21 他最终资金也是745万 对吧 他他这两个哎 差不多了 啊 所以我们说 20的时候 其实是最佳盈利仓位 啊 因为19和21的啊 他最终资金都是比我们的 仓位20的时候要少啊 相当于你 脑海中有没有出现一个图形 啊 一个峰值 一个峰值 对不对啊 20它是一个最高峰了啊 19和21都比较低了 都要低一点 对不对 相当于你爬到20 已经是你的顶峰了 所以我们说 在这个模型之下呢 两倍杠杆 就是最合理的杠杆倍数啊 你但凡用高了用低了 他都不是一个最佳的理想状态 这就是20%最佳盈利仓位 这就算出来了啊 当然我们说 你是任何时候都用20%吗 我们说哎 一定要注意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我们的胜率呢 是60% 盈亏比 1比1的时候啊 这是20是我们最佳的一个盈利仓位 但是我的胜率如果高了呢 盈亏比如果高了呢 或者胜率低了 盈亏比低了呢 我还用20型吗 那可能就不一样了 啊 但是我们不管怎么样 我们先把这个模型呢 给大家 是吧啊 去再回顾看一下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 刚刚我们的这个交易模型呢 本金100万 胜率60% 盈亏比是1比1 啊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咱们最开始呢 是50的仓位 它最终只剩下3.34万 我们提高到0点 这个 60%的仓位的时候 它最终资金呢 只剩下了这个0.02万 基本上全亏了 所以说你再往上 你仓位 再高一点 那么其实你可能亏的更快 所以就没必要再 仓位再高了 是吧 你再往上 它肯定就归零了 所以我们说只能降低这个仓位 降低到40呢 它变成78 降到39 变成98 降到38的时候 变成122了 说明已经跨别临界值 就像我们这里 这个表格 黄框线的部分是吧 啊 这个黄色框的这个部分 它已经跨别临界值了 再往下 其实它都是盈利的状态 所以我们说 你只要低于这个38的这个临界值 你就是一个盈利啊 只不过盈利多 还是盈利少的问题 我们降到30呢 变成437 21的时候呢 变成了这个745 20的时候 它其实是最高的 是吧 749万 变成19呢 又少一点了 745万 18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 更少 变成15 1 0 仓位就0 你本金就是保本嘛 100万嘛 对吧 我就等于是不做 我不投入仓位嘛 所以你会发现没有 这就是它的一个 资金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通过一个图形呢 帮助大家更好的去看一下这个变化 哎 就是我们右边这个图 不同仓位下的一个收益曲线图 哎 我们仓位从0开始 是吧 到100啊 往右对吧 越大 所以我们说它是呈现出这么一个抛物线的一个走势 啊 我们从右边开始降低仓位嘛 降低仓位 我们的盈利 就逐渐的增加 啊 到了 临界值仓位就是38的时候 它已经开始扭亏为盈了 你要发现 仓位高于38的时候 都是亏损的 哎 这个折现图 它就是一个亏损的状态 对吧 你看 这是100嘛 啊 这个横线这个指线是100 这就是我们本金 相当于这就是我们保本的 如果仓位高了 它就是一直处于右边这一部分就是亏的啊 但是如果你的仓位低了呢 它就哎 反倒盈利了盈利 随着你仓位的这个减少呢 变成啊 这个盈利是越来越多的啊 最高是什么时候呢 是20%的时候最高峰 749万 是吧 这是最高的 你再减少仓位呢 哎 那么说明你的资金使用的少了啊 它的价值又没有体现出来啊 它又慢慢减少慢慢减少是吧 到0的时候哎 你就保本 所以你在左半边这一部分啊 你其实都是盈利的状态啊 只不过你的仓位不同呢 那么对应的盈利不同啊 所以我们说我们尽可能的是不是要做啊 从仓位从0到38%这个阶段 当然最好呢 我们是做到这个高点 是吧 20%左右 这个是最好的啊 我们说这是我们的一个最佳盈利仓位啊 这就是我们说 当然还是要注意啊 这个模型 它有个基础条件 本金100万胜利60%盈亏比1比1 这是它的条件 这个条件对应的是20%的仓位 如果你和这个条件不一样 那么接下来我们会讲不一样的时候 它会什么样的情况 而我们先来看一下不同仓位下的一个风险收益情况对比 还是这么一个图 是吧 啊我们横轴呢 是这个仓位 重轴呢 是收益啊 这个收益呢 那随着我们的仓位变化形成了一个抛物线 啊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最佳的是20% 对不对啊 其实我们也知道 那不同的仓位之下 我们面临的风险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你仓位越高相当于你用的杠杆越大 那么交易中的风险自然越高嘛 对不对 因为你持仓的越多 你肯定风险会更高的啊 你你想想 不同的仓位之下啊 比如我们说你用30%的仓位 和你用10%的仓位啊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收益是吧 这个很线啊 这个蓝色的很线 你的收益是不是一样的啊 虽然是不同的仓位 但是你的收益是一样的啊 但是我们说在胜率60%盈亏比1比1的时候 其实我们最佳盈利仓位是20%啊 10%和30%的仓位 它的收益是一样的 嗯但是我们说你用30的仓位肯定比10的仓位啊 那风险要高嘛 对不对啊 他可能风险就要高 因为他波动性就大了呀 啊啊至少或或者说他占用到保证金就多了呀 那风险自然就高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在交易当中啊 并不是仓位越高越好啊 你仓位越高啊 你反而你的收益还不如仓位低一点了 而且你的风险还要高 那么我们这种事情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啊 所以我们做交易呢 你你最好的是做左这个这个红线 左半边这一部分是最好的 对不对 左边这一部分啊 那么其实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找到你自己的左侧这一部分啊 左侧这一部分是最好的 当然能能找到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位置比较好的一个最佳的仓位是不是最好 所以我们说一定要选择与自己这一模型相匹配的仓位才会有更好的效果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告诉大家怎么去选择相匹配的一个仓位呢 好我们接下来啊 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啊 不同的胜率下最余盈利仓位 这是刚刚我们的这个模型啊 盈亏比1比1胜率60%的时候 那么各仓位连接值的分布呢 它是呈现出一个抛物线的形状 是不是一个抛物线的形状 当我们说仓位超过20% 它的一个最高值啊 这也是我们的极限 对吧 你仓位越高 你看你往右满仓位你越高 盈利反而会减少 最后呢是趋向于零 啊 所以你说你用百分之百的仓位你满仓做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啊 这就是我们说 用我们的模型用数据用科学去帮助你计算了 你仓位不是越高越好的 所以还是喜欢重仓的朋友 是吧 是不是可以去反思一下自己了啊 你仓位用那么多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 风险大于收益 对不对 你还不如用低一点的仓位 它反而赚的更多 啊 所以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经常会提醒大家说 你要控制好仓位控制好仓位 不要太高了 没有意义 是不是啊 只有通过你这种科学的计算方法 你才能理会到其中的啊 那么一个科学的逻辑是吧 啊 我们不是随口一说 我们是有数据支撑的 有模型进行支撑的啊 当然我们说这是60%的胜率 那么我们如果胜率高一点呢 那么我们最佳值是多少 还是20%吗 那有可能就不一样了 我们接下来可以来看 啊 在胜率70%啊 我们胜率高一点 70%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同样的一个图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图形呢 是偏左一点 对吧啊 他左半边比较大啊 接下来我们胜率提高一点呢 他是不是哎 很明显看到这个抛物性啊 他是不是向右平移了一点 是不是 向右平一点 那么他对应的最佳盈利仓位是多少呢 他就变成40了啊 40 就是他的最佳盈利仓位 哎 那意味着我们胜率高一点 那么我们仓位是不是可以高一点 那如果80%的胜率的情况之后 他是不是又向右平移的一点 说明仓位你又可以高一点 变成多少呢 你仓位最高的仓位就可以变成60了 哎 所以我们说 在胜率从70%提高到80的时候 各仓位临界值的分布 抛物线呢 其实是向右平移的 那意味着是什么呢 说明交易的胜率越高 那么最佳盈利仓位也可以不断增加 意味着你使用的杠杆倍数也可以放大 所以他也是有前提条件的 你胜率高了 那么我们的仓位可以增加 是吧 其实他增加的还挺多 嗯 所以说这就是你胜率啊 对于你最有盈利仓位的一个影响 啊 胜率越高啊 那么你仓位可以越大 是吧啊 这不就是我们的一个 其实是一个最 基础最简单的一个逻辑嘛 好接下来呢 我们就给大家提出 我们怎么去计算呢 这个20% 40% 60%怎么算出来的 啊 我们用计算器 我们用我们的模型 计算器的模型 用程序可以算出来 我们能不能用一种更简单的方式算出来呢 我们说肯定是有的 这就是给大家的最佳盈利仓位的简化公式 是吧 别搞的那么复杂啊 我不会是吧 太复杂了 我不会能不能有点简单的东西 肯定是有的 在这里呢 我们就给大家提出了最佳盈利仓位的简化公式 在盈亏比相等的情况下 这是前提条件 大家要注意哦 盈亏比相等的条件下 最佳的盈利仓位是等于多少 胜率减去止损率 这就是你最佳的盈利仓位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 刚刚可以看到 当我们刚刚说了第一个模型 我们用的是60的仓位 对不对 那么60的胜率 那么对应的仓位是多少 是不是20% 啊 70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60 胜率 加上这个止损率是不是1啊 100啊 那么胜率60 那么止损率是不是就40吗 它两个加起来等于1嘛 仓位是不是就20 对吧 很好计算嘛 胜率是70的时候 止损率是多少 就是30嘛 那么70减30就是40 啊 胜率80的时候 止损率20 那么仓位呢 80减20就60 哎 这么一算不是对的吗 如果你胜率低一点55呢 那这时候你的仓位应该怎么做 是不是应该继续减少啊 55减去45 是不是等于10 50 胜率50 止损也是50 那么你的仓位是什么 是0 那这就是提醒我们了 如果你的仓亏比啊 是只有1比1相等嘛 只有1比1 甚至是比1比1更小的时候 那如果你的胜率又只有50% 意味着怎么做 意味着其实你不用做 你百分之百都是亏损的 嗯 如果你的胜率只有50% 盈亏比还不到1比1 那意味着你这个模型 你别管怎么做 你长期下来肯定是亏损的 所以你这个模型本身就是啊 很大的一个缺陷 所以你这样的模型肯定是要不行的 如果你继续做 那只会亏的越来越多 所以你这时候你就要回过头来去看了 你方向错误了等于是 对不对 你走路的方向错误了啊 那么你一定要及时回过头来 看看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嗯 所以你要么提高你的胜率 要么提高你的盈亏比 是吧 只有这时候你才能够把仓位 适当往上提 是吧 所以不然你就只能降低仓位 啊 这就是我们说你最佳盈利仓位 简化公式就是胜率减去止损率 在盈亏比相等的时候 盈亏比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自己的账户吗 你平时是 对吧 你每一次你可以看看过去半年 过过过去一年的情况是吧 你止盈的和止损的 你大概算一下 不用那么精确 啊 你大概算一下啊 看看是我赚了 比如我说我一次赚了1000块钱 我亏了亏2000 那说明你的盈亏比啊 啊 那么你就是小于1的嘛 啊 如果你说我每次赚一千块 赚一千块钱 但是我亏了只亏500 那么盈亏比你就大于1 是不是 你大概这么一算嘛 啊 不要求说绝对这么准确嘛 啊 再呢你就可以匹配一个相对比较好的胜率 是吧 这就是我们说你在盈亏比相等的时候 那么你可以得出来一个胜率 啊 这时候有朋友就问了 我盈亏比不等了 不等的时候 我这个公司怎么算呢 是吧 不等的时候应该怎么算啊 啊 我是不是也想要 是吧啊 相等的时候可能没那么巧啊 可能大部分时候都是不相等 那么应该怎么算呢 好 这就是我们第一波福利的赠送了 啊 所有参与咱们直播的朋友 所有认真听课的朋友福利来了 咱们 是吧 中途就送福利了 咱们不等到最后了啊 第一波福利赠送 那么就是 不同盈亏比下的最佳盈利仓位计算公司 这里也给大家准备好了 啊 这个呢也有咱们的一个 啊 相应的一个 课件材料啊 咱们的一个材料啊 这也是给大家准备好的 最佳盈利仓位计算的简化公式 啊 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 啊 所以大家只需要微信联系我们报名的老师 即可以免费领取咱们电子房的资料 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 是吧 所以这样呢 你不就是 不管他什么盈亏比啊 我最佳盈利仓位我都知道了吗 是吧 相同的时候我知道胜率减值胜率 不同的时候 哎 我也有了 所以说这是第一波送给大家的福利 所有参与直播间听课 只要咱们听完全程的课程了 你就可以联系 对吧啊 咱们的老师啊 咱们报名的老师 你就可以去领取咱们的资料了 也是作为第一波福利送给大家 感谢大家这么认真的一个听课 是吧 作为一个福利 好 接下来咱们福利送完了 咱们继续继续咱们的内容 啊 后面呢咱们继续去给大家提供干货 是吧啊 那么我们就第三部分 价差开仓必杀计 哎 我们就要到必杀计了 对不对 我们做好了资金管理 我们知道怎么去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去开始想想怎么进攻了 对不对 我防守我已经做好了啊 我风险我知道怎么控制了 仓位我已经知道怎么去选一个合适的仓位了 是吧 至少我这个仓位 我选的相对比较合理 那么这个就是可以去啊 想想怎么进攻了啊 毕竟还是要去赚钱的 风险是我们要控制的 但是最终我们还是要去抓行情 是不是还是要去抓机会的 所以呢在这里把价差开仓必杀计啊 然后给大家 首先我们在啊 讲这个之前啊 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你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猎人 或者说成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 我们最先应该学习什么呢 你想想我们最应该学习什么 嗯 很多朋友肯定会说 我要先研究猎物和敌人 什么时候出现嘛 是吧 只有他出现了 我才能打到他嘛 啊 那么他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吗 是吧 他是喜欢这个下雨天出现 还是晴天出现啊 喜欢是独自出现 还是这个成群结队出现 是白天出现还是晚上出现 我必须要研究嘛 所以很多人一上来说哎 我要学习 我也研究 啊 我们说你想要成为优秀的猎人和狙击手 啊 你最应该研究这个吗 啊 我们说这个要不要研究 要研究 但是不是现在你应该研究 我们说最先应该学习什么 啊 不是最先去研究猎物和敌人 什么时候出现 他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 我们最一个研究的是什么啊 啊 你就想想 你把这些研究完了之后呢 啊 你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 哎 确实啊 你这个他确实你研究对了啊 你知道他是早上喜欢出现 喜欢在天晴的时候出现 对吧 他也出来寻找他的一个食物啊 然后呢 他喜欢 独自出现 是吧 他喜欢独自出现 啊 这时候你也发现了啊 这时候猎物啊 或者说敌人也出现了 但是你这时候发现什么问题 发现啊 我这个没有准备好枪啊 啊 我这个子弹没有上膛啊 或者说我拿着这个枪 我在发抖 我不知道怎么打 对吧 或者说我打出去了 打偏了 你想想吧 你前面研究工作 是不是准备的很充分 但事实上 真正猎物和敌人出现的时候 你能打得中吗 你打不中 因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训练 你只是研究了啊 你是当军师去了啊 你不是一个交易员啊 你不是个猎人 所以我们最应该研究什么 你应该先把枪法给练好 嗯 在猎物和敌人出现时一击而中 这才是关键啊 不然你研究的再多有什么用 是吧 你是知道行情要来了啊 但是你来了之后没抓住 嗯 所以我们说我们一定要 集中精力抓住主要矛盾 你先把枪法练好 别管他什么时候出现啊 上午出现也好 下午出现也好 是不是 天晴还是下雨的时候出现也好 只要出现我就一把把他打中 我不今天就有东西吃了吗 对不对 我就打中敌人 打中猎物了 对不对 这才是我们最先应该做的 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先后顺序 啊 我们最应该先把枪法练好 怎么练枪法 是吧 怎么去进攻 这就是我们说的开仓必杀计 架杀共振开仓法 啊 这就是我们的开仓必杀计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什么叫架杀共振呢 啊 为什么叫架杀共振呢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那既然是共振嘛 只有两个东西他才能共振嘛 对吧 你一个东西怎么共振呢 是吧 啊 所以这个很好理解嘛 就是共同嘛 啊是吧 共同那一个是两个人 肩并肩 啊 携手前行 这才叫共同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 怎么共振法呢 就是日内架杀与周期架杀同时触发 形成了开仓 这叫架杀共振 哎 两个架杀同时触发了 日内架杀和周期架杀同时触发了 啊 然后呢 日内架杀和周期架杀 它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配合 所以它叫开仓必杀计 啊就是哎 这样呢 哎 当产生这种条件的时候 那么你是能捕捉到行情的 是吧 我们也不说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咱也做不到 但至少呢 你大概率捕捉到 是不是可以的啊 我们的胜率 不说高了 我们能达到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七十 是不是可以 对不对啊 那就已经非常可以了 你就想想是吧 咱们刚刚 其实百分之六十的胜率的时候 你都已经能放好几倍了啊 更别说百分之七十 甚至更高 嗯 所以其实你能达到这样 已经非常可以了啊 所以价杀共振啊 那么这就是哎 它的一个基础的逻辑 好 接下来我们就拆开来看 那么什么叫日内价杀 什么叫周期价杀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日内价杀 我们给了一个定义 啊 当日内涨跌幅达到一定的程度 满足预设的价杀 即触发开仓 这就是它最简单的一个定义 就它涨跌幅到了一定程度 满足我们预设的价杀 你就可以开仓了 是吧 很简单吧 那么怎么去预设的价杀 怎么去设置呢 我们有一个公式 那你就是最新价减去开盘价 最新价就是我们最新看到的这个价格 开盘价固定的嘛 是吧 昨天的结算价也是固定的嘛 昨天结算价已经固定了嘛 那么它如果它这个幅度大于2% 那么它就满足条件了 这个2%呢 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基准值 2%它不是固定的 是吧 我们先把它作为一个基准值 就假设是2% 那么如果满足这个条件 比如像这里 从这个开盘 开盘完了之后呢 然后我们最新价 然后呢 减去我们的开盘价 是吧 除以我们的结算价 它这个幅度 是不是一个幅度 一个比例嘛 如果比例大于2% 那么它就是一个大于这个基准值 我们就可以开仓了 这就是我们满足开仓了 开仓建具之后 日内开多嘛 顺势而为 对吧 它肯定开多 开多完之后呢 哎 拉起来 是吧 你2%开仓最终呢 涨到了7.9% 8% 是吧 那你利润是不是很丰厚 所以我们说 一定要有一定的幅度 为什么一定要幅度呢 因为如果你日内价差幅度太小 比如就0.5% 1%的不到 说明行情的动能不强 资金的参与度也不高 像这种呢 你去参与 其实你可能看起来 我开的低一点了 是吧 你2%才进 我1%就进了 我0.5%就进了 但是你又发现 很多品种它走不出行情来 因为它幅度太小了 说明今天本来就没有资金在关注它 没有什么资金在关注它 它怎么能走出行情来呢 所以我们说嘛 就是整个来说啊 那么其实你是一定要有一定的幅度 幅度怎么做呢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也是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日内价差的幅度 这个2% 基准值我们也要跟随价格 品种的特性和趋势的状态 进行一个补状的变化和调整 对吧 有可能是2% 有可能呢 又是1% 1.5% 也有可能2.5% 是吧 它是要变化的 行情变化的 我们幅度不可能一成不变嘛 啊 它是2%上下1.5 2.5 这个幅度我们是变化的 啊 但是我有朋友就问怎么变呢 我应该怎么去看呢 是吧 到底什么时候用2% 用2.5% 用1.5%呢 我其实不会 是吧 不会没关系 我们告诉你一个方法 核心要点 就给大家列出来了 你就可以去看最近一段行情 啊 对比最近这一段时间内的k线的长度 啊 那么如果你k线动能 啊 它的越k线长度越长呢 动能就越强 啊 你其实可以看到这一波上涨的行情 是吧 前面呢 是一个下跌下跌完了之后呢 出现一个小阴小阳 随后呢 出现一个大阳线 对不对 说明这说什么呢 是不是价值还扩大了啊 那满足我们的幅度没有 那如果满足了 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多当了 对不对 那我们继续走继续走又走 那到这里呢幅度越大继续大 说明动能越强 对吧 啊随后呢继续来涨 动能更强了 那说明什么 说明他可能多头行情来了 啊 因为只有资金进来了 多头增仓了 他才有可能出现这个行情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一旦你发现最近这一段时间 k线长度越来越长了 是吧 从一个比较短的变成越来越长了 那一定要重点关注 啊 一定是有可能机会来了 你一定要重点关注了 啊 而且呢只要满足咱们刚刚说的满足咱们的价差幅度 你就可以去试单了 对吧 你不能再等了啊 啊 一定要积极的去关注他 这就是我们说日内价差 啊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日内价差的使用技巧 怎么去用的更好呢 比如我们说啊 我们定了日内涨幅超过2%啊 但是如果他是出现一个高开高走 意味着什么 动能更强嘛 啊 为什么会高开 你想想 你今天这个苹果你是卖10块钱一个 明天有人说我11块钱 出11块钱的价格买你的 那意味着什么 买家医院更强 明天出12 对吧 啊 那么医院更强了 高这就要高开 对不对 啊高开高走 你你有个人12块钱买你呢 有人说我13块钱买你又接过去了 你这个越来越高 这叫高开高走 嗯 这叫高开高走 知道吧 这就是这个意思 本来就是高开了 然后呢再高开高走 又满足咱们的幅度了 是不是可以开仓式呢 啊我们画 框的红框的这部分 是不是就是我们可以开仓 已经满足条件了 你就试就完了 啊 就试就行了 对吧 随后来震荡上行 创了新高 非常不错 对吧 这就是诶 你的使用的胜率就高了啊 日内涨幅达到了我们的幅度 又是高开高走 那么 空头也一样啊 日内跌幅如果超过2% 又是低开低走呢 对吧 相当于就抛售 越来越抛售 你今天卖10块钱没人要啊 那你只能是 9块钱 是吧 9块钱人家卖过去呢 人家说9块钱卖 我不要了 我要8块钱 对不对 只能低开低走 越来越便宜 越来越低啊 那么它幅度到了一定的程度呢 那么你也可以继续顺势而为 对吧 跟随这个趋势啊 所以说 在这个框的 位置呢 你又可以去试的啊 啊 我们说画框的位置 不是说一定要在这个位置去近 这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啊 一个呢 它比较安全 另一个呢 它空间也有 是吧 比如你那都跌到4%5%了 你可能再追进去啊 那么你可能当天利润就比较少了 尤其是我们说 你做日内价差的话 它就不够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相对来说 这是比较好的位置啊 最终呢 哎也能走出来一个行情 也是不错 所以说这就是使用日内价差的时候 你如果配合着高开高走 或者低开低走 这种行情你是一定要跟上的 这是重点跟上的行情 这种成功率是非常高的 所以一定是要重点关注啊 尤其是出现一些跳空的 对吧 高开啊 低开 一定要重点关注 嗯 所以这是日内价差的使用技巧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二个是吧 日内价差 我们第一棒 学会了啊 一个价差学会了 我们要选两个价差 周期价差 接下来就是 是吧 周期价差定义是什么呢 在一定周期内 一周或者一个月啊 如果价格向上突破最高点的时候 出发开多 创了新高的我就顺势做夺啊 创了新低我就顺势开空 很简单吧 对不对 周期价差其实更简单啊 你就看到有没有创新高 有没有创新低啊 就可以了啊 这就是周期价差的一个定义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案例 对吧 怎么去看呢 比如我们说一定周期 我们用20根周期啊 20根k线 就是一个月嘛 对吧 一个月就20个交易日嘛 啊 所以我们就用20根k线 从右往左数是吧 从右往左数 从最新的一根开始往左数 你可以数吗 其实我们这里 对吧 图上可以看出来 他是31天啊 因为我们说截图的时候 是吧啊 他已经有31天的 不仅有20根 他有30多根了 他已经创了新高 是不是 所以说创了新高 他是不是满足我们周期价差的开创条件呢 满足多头周期价差啊 我们说你找到这一段时间内的高低点啊 这就是高低点 这个就是最高点 对吧 16960 这是这一段周期的最高点 这就是关键位啊 然后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右边这个图空头连续跌 跌完之后呢 啊 这就也是一个关键位 对吧啊 这也是一个关键位 所以说关键位呢 我们也可以啊 一个是用高低点 最高点最低点 另一个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多个触点啊 这个之前我们培训当中给大家讲过 就是你看嘛 他有很多个点 两点一线嘛 我们说经常说两点一线 那这里他有好几个点 同时重叠 那说明这个线是很重要嘛 对吧 一个点他有可能是随机的 可能就是盘中一一个单子啊 他就打出来了 但是很多个点同时啊 在一个点上是吧 在一条线上 说明这个线是关键位啊 这里呢也是向下突破了这个关键位啊 那么他是不是形成空头追加差 很简单嘛 是吧 你就找到关键位 找到从从后往前数啊 然后20根啊 或者30根其实无所谓 是吧 一段周期就行了啊 然后看他有没有找到他的一个高低点 找到他的关键位啊 然后呢看他有没有创新高 看他有没有创新低啊 那么这就可以了 啊 这就是我们说啊 很简单 周期架差其实更简单 是不是啊 但是我们说啊 你用周期架差啊 他有可能干突破 他就回来了 可有可能干突破就回来 是不是存在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说你光用日内架差 或者光用周期架差 这两种你相当于你左左手一把尖 右手一把刀 是吧 你单独在武的时候 你是不是啊 其实你他有可能失败啊 啊有可能没那么顺手 但是我们说双剑合璧的时候啊 双剑合璧就是架差更正了啊 比如这里我们说高开高走 对吧 然后日内架差满足了啊 2%已经满足了 多头周日内架差是不是符合了啊 高开高走 然后呢多头周期架差是不是又满足了 向上跳空 然后呢哎 创了近期的新高 对吧 重复往前一段周期 他是不是创了新高 日内满足了 周期也满足了 这是不是就是架差公正 双剑合璧吗 啊这就是架差公正 双剑合璧 我们看到的威力有多大 哎这就是行情启动点 你发现没有 前面在这区间之内 横啊横啊已经涨啊涨 涨跌涨跌 没什么影响 他这里启动了 跳空高开高走 满足了日内架差 也满足周期架差 就是我们所说的架差公正 这就是多头架差公正 是吧 随后他是不是启动了一波 连续上涨的行情 所以我们说架差公正 就是捕抓行情的启动点 哎 我们就抓住一波多头大趋势行情 是不是你就抓住了 哎 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点抓住 为什么不在下面这个点抓呢 啊 为什么不在前面这些点抓呢 因为这里没有启动嘛 不符合咱们的条件嘛 猎物没有出现 对吧 你在这里面胡乱打一枪没有意义 知道吧 在这里面啊 胡乱打一枪 你提前埋伏进去 还有可能亏损 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说一定要捕抓行情启动点 这就是必杀季 猎物出现了一枪打中 对不对 这是多头架的东西 你看啊 从2000点 然后这里到了2400了 是不是啊 400个点啊 你想想啊 其实这就是两倍的行情 是吧 乘以杠杆的话 就两倍的行情啊 是不是非常不错啊 那么再来看一个空头啊 空头是不是也一样 继续双坚合币嘛 日内空头架差啊 低开跳空低开低走 然后呢幅度也是达到了2%左右 是吧 日内空头是不是满足了 我们再看一下周期有没有满足 从后往前数 从右往左数20根 对吧啊 然后有没有创出一段新低 明显创出新低了 跌破了啊 这个6000这个关口 是不是 那么我们啊 就可以去试空了 就可以开空了 开空之后 我们看看双坚合币的威力空头 是吧 空头能不能抓呢 空头也能抓 啊 这是不是行情跳空低开低走啊 然后我们进去了 进去完了之后 我们设一个止损 对吧 这就是我们标准的操作啊 他这个呢 可能没刚刚那么走的顺利 他这个呢 向下了之后 又在这里啊 在我们的这个关键位附近啊 来来回回 所以横了几天啊 随后呢 再下来 但是影响吗 不达到咱们的止损 咱们就持有 是吧啊 然后随后呢 震荡下跌啊 然后再加速下跌 走出一波空头大趋势行情 对不对 你看他从6000点跌到了5000点 1000点的行情 啊 你想想是吧 非常不错啊 也是了启动点 前面这里 为什么这么多行情 这么多天 他没有启动呢 只有这一天 他是真正启动点 因为他跳空 低开低走 产生了架差公正 双坚合并了 你要记住双坚合并 是吧 满足至少满足这两个条件啊 那么他成功率是不是就更高了 当然我们说 其实你真正用起来的时候呢 你还有更多其他的辅助条件 比如我们说你可以去配合他的增仓啊 啊 增减仓的一个情况 板块联动呀 是吧啊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啊 辅助的因素 只不过我们这里双坚合并 他效果就出来了 我们如果双坚合并呢 我们如果用四 四种啊 方式给他辅助呢 他是不是成功率更高呀 啊 所以你就想想嘛 是不是啊 所以为什么叫架差公正开仓必杀计 所以其实他的本质是什么呢 架差公正的本质就是 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完美的配合 首先时间呢 哎 我们说啊 那他就是一个日内架差是吧 他产生了一个幅度 跳空高开高走是吧 他在一段时间之内啊 在一段周期之内空间呢 还是他跌破了这个关键位 或者向上突破了关键位 这是空间打开了 串新高串新低说明空间打开了 你想想为什么会串新高呢 因为有人在推他呀 对不对 你爬上也一样 你为什么能不断往上爬呢 你有能量有动能呀 啊 你不是凭空的往上爬的呀 对不对啊 所以说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 完美的配合 哎 周期架差定方向 哎 他是向上突破呢 还是向下突破 向上创新高呢 还是向下创新低 这就是定方向 你不要方向搞错了 所以我们说你先看周期价差 先看有没有创出一个阶段的新高新低 对吧 先把方向明确了 日内价差呢 选时机啊 我什么时机进呢 不是说干突破我就进了啊 我要看他是不是符合我的条件啊 对不对 幅度有没有够 对吧 别说他已经突破了 他涨他跌了0.1你就冲进去了 跌了1001可能一下拉回来了 他力量不够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幅度一定要有啊 我们至少说你在1%以上的品种 你重点关注 是吧 0点几那些其实他动能都不强的 至少1%你开始关注 到了1.5 那么我们要看看能不能适当了 2%呢 那我们一定要重点关注了 是吧 我们要马上要准备开始适当了啊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这个幅度呢 我们刚刚也给大家讲了 你可以看这个 因为不同的品种啊 他的波动性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光是用一个2% 他不能适合所有的品种 有可能有的品种波动大 对吧 那2%呢 他其实你看他k线也就一点点 有的品种呢 他本身波动就 一天就波动个1% 那么你用2%呢 你太长了 你可能10天半个月都没有看到一个 所以我们的幅度可以调整的 你要看k线的长度 我们要相对对不对 相对法 只要k线的长度变长了 你一定要重点关注了 这就是时机出现了 所以我们说 这两个双键合币 周期架杀定方向 日内架杀选时机 所以我们就能够很好的去补抓 这个行情的启动点 所以我们说 你把这双键合币学会了 那么我们 既要学方法 也要学思维 回过头了 我们再看看咱们刚刚讲的 你当一个猎人 你是去研究 还是去先练枪法的 这就是我们说的 这是要以思维的升级了 分析方法和操作方法的一个区别 对吧 分析方法和操作方法是不是等同呢 大家可以了 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分析方法和操作方法是不是一样的 其实我们说肯定是不一样的 分析是分析 操作是操作嘛 是吧 就像我们说你打仗也一样 一个是军师 那么一个是将军 他两个人一样吗 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这两种肯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说分析方法 所谓分析方法是什么呢 大家想必 都学了很多的分析方法 基本面分析 技术分析 数据分析等等 都是分析 包括你用这个指标 对吧 你分析政策 这些其实都是你的一些分析方法 那分析方法 我们说他是做的是什么呢 那对应的是什么 操作方法 比如我们说架材更正 咱们的双建合并 他就是操作方法 他是去抓行情的 他不仅仅是分析 跟着要抓行情的 分析方法 那么他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是可回溯性解释 什么意思呢 我回过头来我去分析一下 是吧 这个阶段 这个行情涨了 跌了 它是什么因素引起的 它后面呢 可能是不是会重复这样的行情 现在这段行情这么走了 它可能怎么样走 它是不是可回溯性的解释 数据分析也要 我研究过去五年十年 它的一个历史数据 那未来还会不会重复呢 会不会这样 对吧 那么我们说他解决的目的 他解决的问题是求真 就你要去发掘背后他的逻辑 到底是不是这样的 你是去分析 比如去打猎一样 是吧 我分析这个兔子呢 他是喜欢上午出现还是下午出现 喜欢一个一直出现呢 还是喜欢成群结队出现 你这是去研究 你这是去发现规律 但是你说他每一次都这样吗 他不一定 是不是 他解决的是这个问题 还有呢 就是你分析的很到位了 但是真正机会出现的时候 因为你没有练好枪法 你就明明看到他从你眼前走过 你也抓不住他 你也对吧 打不到他 所以说你光是学分析方法 我们说他远远不够 因为你只是在找规律 但是真正机会摆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能抓住吗 你很难抓住 因为你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 你没有学过这个操作方法 你没有学双剑合璧 没有学咱们的架杂工程 对不对 所以说架杂工程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他是解决最底层的操作的问题 你别管什么时候出现 只要他出现了我就能打到他 这叫求存 对不对 你别管他上午出现还是下午出现 只要打到他了 我今天就有东西吃了 这就是求存了 你分析他分析再多 你今天分析对了 明天分析对了 你还是没打到 你不是还是饿着吗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说你不同的阶段 应该是不一样的 我们要先解决最底层的操作问题 先要生存下来 我们再去求征 对不对 再去发现其中的规律 是吧 我求存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 我再去我想想他什么时候出现 我分析的更好 对吧 这样呢 我就可能就是说 比如我们说我可能现在呢 我只能说一天都在那等着 猎物出现了我就打 但是当我能打到了之后呢 我学乖了 我就不用一天都在那守着了 是不是 我可能就分析他了 他是喜欢上午出现 我就上午早早的去埋伏他 打到了我下午回家了 是不是 我干其他事情去了 对不对 所以他是有个阶段的 你也知道吧 所以我们说分析方法和操作方法是不等同的 所以很多时候很多朋友 往往一上来就是先学基本面 先学技术 先学数据分析 学了一大堆分析方法 但是呢 没有把这个枪法给练好 对不对 他没有真正的去打到呀 就像我们说最近世界杯很火 对吧 大家都在看 那么很多人他分析的很好啊 他平时训练的很好 但是呢真正到了临门一脚要射门的时候 踢歪了 打到门桌上了啊 踢飞了 对不对 那就很可惜嘛 你要发现嘛 对不对啊 平时你看包括像哎 昨天晚上是吧 点球大战啊 那么点球大战你想想不就是我们说的操作方法吗 就是你最终啊一击必胜这一招吗 啊 机会就摆在你面前 哎 你看是吧 啊有球队那就连续丢了这个点球嘛 对吧 都踢飞了 嗯 那你想想就是因为你这方面没有训练呀 没有训练到位呀 或者说对吧啊 心理啊 各方面技术啊 肯定是存在一些缺陷嘛 啊 所以其实我们说啊 道理其实都是相通的啊 交易之道一通则百通 其实都是一样的 嗯 所以我们说一定要把这两个方面呢 你给他捋顺了 我们先学操作方法再学分析方法啊 所以我们说在不同的应对阶段呢 我们一定不同的交易阶段 我们一定要有不同的应对之法 比如我们说在刚开始的时候没办法呀 我不知道猎物什么时候出现啊 我只能守住态度 对吧 我们这里的守住态度呢 不是说我在那就睡大觉 对吧啊 我们说我在那守着我是在等待机会 当猎物出现了 那我就要抓住他 我也不 对吧 因为我还不知道怎么去研究他什么时候出现 我只能是在那等着嘛 啊 猎物出现了我就抓到 猎物出现了我就抓到 至少我 我是解决生存问题嘛 对不对啊 解决了我们的生存问题之后 我再去什么 再去骑马射箭 我再去玩点高难度的东西 对不对啊 你一开始就上来骑马射箭 你你连 你连这个猎物都没看准了 你射你能射得准吗 对不对 你还骑着马还是动态的 其实这个不就是很比很形象的一个比 就是咱们交易也一样嘛 对吧 交易市场 行情在不断变动 我们交易的方法呢 你可能 对吧 都是凭感觉 感觉又是不稳定的 今天我这种感觉 明天那种感觉 他就是不稳定的状态 你就想想 这边在动 那边一动 你就想想你能移动打靶一样 对吧 那靶在移动 你也在移动 你说你是不是很难打准 嗯 那我们这时候应该怎么做呢 你至少是固定一部分嘛 靶不动 啊 然后我们人在动 那我有可能打中 是吧 或者我人不动 拔动 我也能打中 相对 以静自动 或者以动自进 都可以 但是你以动自动呢 这种难度是不是就很高 所以我们说很多时候 很多朋友啊 一上来就是骑马射箭 对吧 一上来就玩高难度的操作 啊 所以你都你一上来就跑步了嘛 对吧 你路都还没有走稳呢 你就跑步了 所以我们说一开始你先学守株待兔 交易的学习呢 应该是有减入房 先易后囊 做到循序渐进 他把一步一步来 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明确自己处于哪一个阶段 找出你的问题是吧 有针对性的进行提升 这个很重要 而我们说啊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啊 你一定要既要研究市场 也要研究你自己啊 你把市场研究明白了 你自己没研究明白了 啊 那么你怎么能去适应这个市场呢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们说 那么我们就要进入第四步 我们怎么去科学提升 对吧 科学提升的路径啊 分布怎么去提升呢 那么我们学习的正确步骤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一定是有减入房 啊 我们就像我们学习看书一样 我一定是一页一页的看 一本一本的书看 对吧 我把很多知识点都看懂了 看了 至少是看了 我先懂不懂 无所谓我先看了 啊 看完之后呢 我再把它结构思维 相当于就把它进行分类 对不对 就分类嘛 我看了这本书啊 比如说我们说看了那么多书啊 这本书是是搞这个文学的 那本书是数学的 还有是搞物理的 我把它分类嘛 分类了之后 我才能化防为简啊 把有用的知识点我提炼出来 对吧 变成我自己的啊 那些多余的东西 那么我就给它商减了啊 那就不一样了啊 所以其实我们说啊 我们一定是有一个啊 结构化的思维 但是我们说步骤呢 是一定不能少的 有减入法啊 先积累知识要点 然后呢 我们再通过结构化的思维 分类的思维 画法为简把它分类嘛 是不是 这样你不就是我们说为什么 这就是我们很多大师经常讲的书 开始是从薄读到厚 再从厚读到薄 就这个意思 大家可以理解吧 就这个意思 中间呢 我们就是一个处理加工的过程 比如我们说 今天我给大家讲这么多内容 其实也是一样 我也是不断的去收集资料 通过把前面的经验啊 对吧啊 进行一个积累 不断的积累十年磨一键嘛 把十年的经验 然后给大家分享出来 我是不是就是一个这么一个过程 那有减入房 再化房为减 所以呢 其实交易之道就是大到至减 先易后难啊 再是循序兼进 我们说一根直尺打天下 他不是一上来就是一根直尺 他其实就是经历这么一个阶段 对不对啊 就说啊 我们需要经历这么一个阶段 中间这个过程其实是不可能少的 所以今天比如大家来学习 其实就是左半边这一部分 你是在学知识要点 但是你能不能真正掌握成自己的呢 就是看你有没有这个结构思维了 能不能把它做成一个归类 能不能把它进行一个分类 所以我们说同样大家在上课 同样在咱们的直播间 对吧 大家同样听了一个半小时了啊 那么你掌握了多少东西 课后 那就要看你课后有没有去真正的去复习了 有没有真正的再去掌握了啊 只有做到这样你才是化房为减 只有化房为减了 你才能做到交易之道一通则百通 对吧 你一定是这么一个过程嘛 没有我们说一上来就是天才的嘛 是不是天才啊 也不是这么练成的 但是我们说路径呢一定是先 一后拿循序渐进 那么怎么去提升呢 在这里我们还是会给大家一些方法 科学的训练和实用的方法 比如我们说资金管理 价债开仓和辅助工具 这是啊 又是我们新的啊 那么你要去掌握的一个体系 对不对 你要把它真正的说啊 我们前面讲的东西 你要把它用起来 怎么用资金管理 资金管理我们怎么用呢 首先你一定要区分你正负向的交易系统 比如我们刚刚通过前面的计算机科学模型 给大家演示了啊 比如我们说60%的仓位啊 盈亏比1比1的时候啊 60%胜率50%的仓位 然后盈亏比1比1的时候 只剩下3.34万 这个模型是正向还是负向的 那么它一定是负向的 就你这个模型不管怎么做 你再怎么做它都是亏的啊 中途有赚钱 但是只要你一直坚持用它 你肯定是亏的 所以这个模型你肯定就是要去优化的 你要比较不同模型的优劣 那你要看看你自己的模型 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是吧 参数你要去对比一下 你的胜率是多少啊 盈亏比是多少啊 仓位你是用多少啊 那你一算你就知道自己到底 你这个模型到底是能赚钱的 还是不能赚钱的 你先有这么一个认识 是不是啊 只有这样你才知道 我现在到底是处于一个正确的方向 还是错误的方向啊 你只有把这个搞明白了 你努力才有价值 所以我们一定要还是要知道 是吧 仓位呢也并非越高越好 你要匹配最优的仓位 你通过前面 你看看自己交易模型 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那你要匹配出一个 对你来说最优的一个仓位 这是比较好的 其次呢 啊就是我们说的啊 价差开仓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双剑合币啊 双剑合币 所以我们说一定要先练我们的一个方法呢 操作方法 那就是要锻炼对开仓信号的敏感度 价差公正你一定要反复的去练啊 反复的去练啊 你不练的话 你那你设门是吧 你不练啊 你点球你也提不进啊 对不对 你一定要练 所以说实现交易中的稳准很啊 看到机会呢 你其实是非常的啊 找到这种感觉 是吧 你就稳准很 然后我们要做到什么呢 耐心等待啊 他价差开仓 价差公正不是天天有的 不是时时刻刻有的 所以我们要等待机会 敏锐观察 就像狙击手一样 对吧 其次呢是敢于试错 机会出现了你要敢去试 你不是永远不明白 是对的还是错的 一定要敢于试 然后呢最后就是严格执行 是吧 不管是止损还是止盈 啊我们一定要严格执行啊 这就是我们说 你要去用好咱们双坚合币 价差公正的一个方法 最后呢 很多时候很多人说 哎 我很难做到呀 我心理上很难很难实现啊 啊做不到这样啊 做不到这样怎么办呢 啊 我们就用辅助工具了 我们说君子上假于物也 对吧 你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我要过这条河 我过不去了嘛 没有桥嘛 我过不去了 我应该怎么这么划床呀 对不对 你就或者说我搭别人的床呀 啊 我就想办法了 你自己做不到 你就要想办法了呀 是吧 我自己做不到 我就跟团队也行不行 我也可以啊 我总不能自己当枪匹马吧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说 你只要想办法 总能找到办法 君子上假于物也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说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辅助工具啊 去更好的去帮助大家实现啊 我们的一个一级避重通过化线呢 找出多空的关键位 是不是 把这个关键位找出来了 刚刚我们也给大家讲了 关键位怎么去找是吧啊 然后我们要建立一套明确的交易标准啊 啊 就是我们一旦知道我明确啊 就是交易标准 什么条件我应该进了 什么时候我应该出了 那我一定要明确 这个标准呢 是不要轻易动的 我一定是相对固定的 是不是啊 一定要固定的 不要说我今天我是心情好了 我就进明天心情不好 我就不进 那肯定不行嘛 对不对啊 所以一定要明确的标准 那明确标准来自于什么 其实来自于啊 我们的一个数据统计啊 我这么做 我这个模型这么做 它是大概率能赚到钱的 对不对 它实验率是相对比较高的 啊 这么做啊 是比较好的啊 所以我们说你可以通过借助工具 来弥补人性的弱点吗 很多时候很多朋友说 哎 你这长得太高了 我不敢追了啊 那不敢追 你手动不敢追 没关系啊 你用机器嘛 对不对 你就设好机器 设好条件当然都行啊 啊 那不就他给你自动开进去了 对吧 你就不用去想了啊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人性的弱点 其实你是 很难改变的 我们说啊 本性难移嘛 啊 那么我们说很多时候你本性难移 那我们就没必要去改变了 为什么要一定要克服人性的弱点呢 很多时候经常很多朋友经常会说 我们要克服人性的弱点 贪婪和恐惧 你克服不了的 我就告诉你 是吧 你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件难的事情呢 啊 那么你就用工具就完了呀 嗯 是不是 你包括我们说为什么要画线呢 画线其实就是一个工具 就像你开车一样是吧 啊 你让你自己去开 在一个大草原上去开啊 你新手你可能开的这个啊 S型走这个曲线 因为你没有参考工具嘛 啊 你不知道自己什么 怎么样的方向嘛 但是如果给你画两条线呢 左边一条线 右边一条线 有个参照系了 你自然就开的直了嘛 对不对 至少是相对的直了嘛 不会出现一个大王嘛 啊 这就是工具的力量啊 有参照系有标准 对不对 你交易也一样 什么时候是多 什么时候空也有标准的呀 对吧 咱们给大家讲的 其实就是一些标准 所以我们说 以进自动来摆脱盈亏的干扰 你就看着这条线嘛 这条线向上 你就跟着向上 这条线向下 你就向下 这条线曲间横着你就横着 对不对 你策略不就有了嘛 所以这就是顺起自然啊 啊 你就不会再犹豫 不会再后悔了 所以你一定要学会 借助辅助的工具 这就是我们说 你科学提升的一个方法啊 当然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去给大家讲 我们说你怎么做到 知己知彼呢 啊 那么我们一定要明确 自己处于什么阶段 是吧 什么样的阶段 干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一定是 有一个客观规律的 春夏秋冬也一样嘛 我春天应该播种了 夏天我应该施肥是吧 啊 拔草啊 然后让它生长 秋天我应该收获了 秋收冬天冬长嘛 我应该休耕了 对不对 每一个阶段 我们应该做不同阶段的事情 那么我们交易也一样啊 来到咱们直播间 你看这么多朋友 好几百位朋友啊 大家来这听课 肯定也是处于不同的一个阶段嘛 有的人可能 有的人 刚进来 可能是最近才刚开始进入市场 或者说还没有进入市场 还没有开户 还没有做的呢 是不是有 也可能很多 是吧 有的人可能刚进来一段时间 一两个月 两三个月啊 不到半年呢 也有是不是 还有的人可能做了一年左右 两三年也有 还有的人可能做了五年十年 甚至二十年了 是不是每个人阶段不一样啊 啊 当然时间是一个阶段 但问题是你要看看自己的状态处于什么阶段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 不是说时间越长 那么你已经越厉害啊 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维度 但是它不是一个绝对的 不是说我做十年 那就一定比做五年的厉害啊 但是要看每个人 你看每个人对吧 悟性也不一样 每个人努力程度也不一样啊 所以我们说啊 他分级呢 也是有很多种类的 但是你要知道自己大概是什么一个状态嘛 比如说入门级 入门级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哎 他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看到或者听到谁谁谁赚钱了啊 身边有朋友 或者说在晚上看到一个谁赚钱了 好奇心进入市场是吧 哎 我很好奇 我看他是怎么赚的 我也想赚 对吧 这是不是就不吸引进来市场了 是不是很多人是这么来的 而另一种呢是哎 本身他就是理财意识比较强啊 说我要去主动学习了解 是吧 我要去看一看 看看这个市场怎么样 看看能不能投资是吧 能不能更好的帮助我的资产 增值保值啊 是吧 怎么去升值 这又是一类啊 一个是被动了 一个是主动了啊 那么这种 属于一个入门的阶段 就是可能还是小白 对吧 不太懂啊 那么这种阶段你应该学什么呢 啊 那么大家要注意了 不同的阶段你应该学什么 相当于你是个幼儿园 对吧 那你应该怎么学钱吧 你是什么一个状态呢 所以我们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啊 去看看自己 首先第一个明确自身的一个资金投入量 就是先看看自己我能投多少钱 我们说心怀远大的目标是要好的 是好的 我们一定要有目标嘛 对不对 先定一个小目标 但是呢 你一定要提前做好最坏的一个打算 你来市场 市场有风险 入市虚谨慎啊 投资虚谨慎 对不对 你来市场是可能会亏损的 你一定要明确这一点 而且我们说你 你干任何一个行业不都一样吗 你上来不得先交学费吗 对不对 你上学都一样 你要交学费啊 不是说我一上来就就考北大清华的呀 对不对 我都是要有积累 所以说前期 每个人可以说每个人多多少少都要交点学费 对不对 都可能会犯错误啊 这是一定的 只不过每个人啊 他多少的问题 所以你要先明确自身的一个资金投入量 我有多少子弹 对吧 我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我能有多少 所以这个资金量 我们刚刚其实也跟大家说了 你一定要用闲钱投资 不要一上来你就啊 就借钱 对不对 我没钱呢 我还想想去投 那你这个时候 你不就是在赌吗 对不对 尤其是刚进来 你什么都不懂了啊 你就就就想来这个捞钱了啊 是吧 没有这么容易的啊 所以第二个呢 你要树立对资本市场的风险认知啊 市场是有风险的啊 不是说进来这个抢钱的 不是进来捡钱的 别人能赚的钱 那是因为别人啊 他有充足的经验 有很长的时间积累 是吧 学了很多的这个技术方法啊 别人能打到猎物 你新手上去你能打到吗 你很难 知道吧 嗯 所以我们说对于市场的一个风险认知 越深刻越好啊 但是呢 我们要知道风险不是哪来恐惧的 不是说有风险 哎我就不做 你想想什么没有风险 是吧 我走路是不是有风险 我有可能摔跤 我吃饭还有可能噎的 什么没有风险 喝水我有可能呛着 不是说有风险 我就不做了 不是风险 我就怕了 我就躲得远远了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 你躲在墙角都有可能有风险 知道吧啊 你你发现风险无处不在 所以我们说风险 他并不是拿来恐惧的 我们要敬畏他 但是我们不是恐惧他 我们要相信一定是可以应对的 嗯 凡事都会有解决办法 啊 所以我们说你要树立对资本市场的风险 认知就是一样 你知道他有风险 那其实你就要想办法去规避风险嘛 控制风险 其实风险就小了 所以我们说 往往是风险是在你上时警惕的时候 你觉得很安全 对不对 夜深人静很安全的时候 往往就是敌人发起进攻之时 啊 所以我们说你知道有风险 你就很谨慎了 你像你今天去攀岩的去那些的 他知道有风险呀 所以他会很谨慎呀 所以他其实反倒来说相对还比较安全 对不对 啊 第三步呢是构建完整的交易框架 哎 这个咱们又回到咱们最开始给大家讲的了 你一定要修个高楼大厦 你一定要有个完整的交易框架 对吧 你要先把设计图子 先把基础打扎实 初级阶段呢 我们要讲究完整性 你看看啊 啊 咱们这个词用词很讲究的 构建完整的交易框架 为什么不叫构建完善的交易框架 也没叫构建完美的交易框架呢 你干净来 对吧 你不要去追求完善 更不追求完美 你修楼也一样是吧 你不是一上来 我就想想这个房间我怎么装修的更好 那不是你现阶段应该做的事情 你应该是怎么先把这个楼地基打打好 这个楼怎么修的更稳固一些 这是你的阶段啊 所以你要树立好这个框架 框架怎么树立呢 有四个点 第一个一定要有止损意识 啊 所以我们说一定要客观承认 我们是会犯错误的 啊 犯错了不要紧 是吧 谁都会犯错 啊 我们要客观承认 我们不是圣人 我们不是完美的人 所以我们一定会犯大大小小各种错误 在交易市场当中 是不是 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止损意识 就是 要确保 就算我们犯错了 出错了也不能影响大局 啊 这就是你要有底线知道吧 你犯错可以 但是一定要有底线啊 不能没有底线 人不能没有底线 你做任何事情 做事也一样 做人也一样 一定有底线 对吧 这是原则性的错误 你不能放的啊 一定不能影响大局啊 所以说这是我们说 你有时候啊 对吧啊 那就是因为你比如说手 万一点错了 对吧 多开了一点 这种是不是有可能 我方向点错了啊 我软件用的不熟练 尤其是新手朋友 是不是很正常啊 是吧 但是我们要确保出错时 也不能影响大局 不能说我犯了一次错误 那个满盘接输了 那肯定不行 所以一定要有止损意识 你开车一定要系好安全带 不能说我这一次是吧 我就我就开个500米 我就不系了 万一就500米就出事了呢 是不是有可能啊 意外都是在 你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来临 是吧啊 有准备了 其实风险就可控了 第二个呢 我们要知道刚刚其实也跟大家讲了 操作方法一定是大于分析方法 你要先学会打中猎物啊 比学会分析猎物什么时候出现更重要 这个是不是刚刚我们已经花了很长时间给大家讲了 先学会打中猎物 就是机会来了 你能不能抓得住 啊 比你去研究什么时候行情来了 是吧很多时候经常会 很多朋友经常会说 什么时候牛市来呀 啊 现在是不是到底了呀 那重要吗 啊 那重要 但是呢不是最重要的啊 真正行情来了 你能抓得住吗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说操作方法啊 它比分析方法更重要 至少是在这个入门级啊阶段 所以说你应该把你的时间精力更多的去啊 怎么去把操作方法提升 对不对 怎么去学会我们的双见合璧 行情出现了 你能抓得住 这是最重要的 然后第三个呢 是低仓位的操作啊 所以我们刚刚其实第一步啊 也给大家讲了资金管理 你仓位低一点相对来说是安全的 那么你仓位低一点 其实你亏损的概率和风险都会比较小啊 所以我们说那既然仓位不是越高越好 我们与其这样我们不如低仓位操作呢 那熟悉规则的阶段你不要直接就上高速吗 为什么人家说要有一年的这个时间才让你上 嗯从从这个普通道路上高速呢啊 甚至你一上来就上赛车道了 你能控制的了吗 你控制不了的呀 所以很多人一上来就满仓 对吧就是一把说啊 啊那你说你就违背了这么一个自然规律呢 你路都还没学会走呢 你直接就跑 对吧 甚至百米赛跑啊 那你这样你就很容易摔跤嘛 是吧 其实交易都是一个道理 交易知道一通则百通啊 啊所以我们说低仓位操作 另一步呢就是要学习一些执政技巧 比如我们一定要明确开平仓的基础规则 对不对 什么时候该开什么时候该平 这些是有规则的 这个呢咱们团队也给大家提供了 学习的素材是吧 也有相应的课程 怎么去开仓怎么去平仓 都有规则 你就照葫芦画瓢 你就按照这个规则去做就行了 让你往左就往左 让你往右就往右 别想那么多 别有太多的思考 知道吧 这是最好的 啊 红灯停绿灯行 就这样规则就来了 啊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对不对 啊一看行情不对了 我就跑了再说嘛 对吧 啊 不要大亏钱 所以你会发现入门级的朋友啊 啊大家啊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啊 然后 其实整个来说 你你会发现 哎 那么就是要把这些东西 你先要做好一个准备啊 好 那么我们说入门之后 说进阶呢啊 进阶说明你前面有一段时间的积累 做了一段时间 是吧 有这个成功的经验 也有失败的经验啊 到了进阶级了 已经在市场里摸爬滚打多年了啊 但是呢 可能还是很难以改变亏损的局面 还是处于一个亏损的局面 人处于投资漩涡之中 投资漩涡就是你像一个漩涡一样 你想拼命的挣脱 但是挣脱不出来 问题出在哪里啊 其实我们前面已经给大家答案了 对吧 那就是你的资金管理模型 你要去测试一下 看看自己的模型 到底是处于一个正向的 还是一个负向的 你的仓位胜率盈亏比 对吧 是不是合理 那你要测试嘛 啊 大家不会测试的 是吧 可以接下来可以联系咱们报名的老师 可以去帮助大家去测试啊 这个呢咱们也有这个相应的模型 去帮助大家去算的 你可以去试嘛 嗯 那么我要找找 比如我的我是仓位太高了 我就降低仓位 我胜率太低了 我实在太低了 我就要提高胜率 对吧 我盈亏比太低了 我就要相对提高一点 啊 你要对症下药啊 啊 找出你的缺陷 这叫知己知彼 其次呢 很多朋友其实木爬滚打很多年 他也学了很多知识 看了很多书 是吧 很认真的很努力的 但是你方向没有对呀 你学了很多的方法 比如你学了 很多技术 是吧 学了均线 MACD KDG RSI 然后波浪理论 环境分割 对吧 常论还有 你学了很多方法 但是呢 你没有把它进行一个归类 相当于它变成一个很混乱的一个状态 它没有一个分裂 那你这样其实很多时候 比如你用这个指标 你用这个方法 他是做多 那个又告诉你做空 你最终你相信谁 你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啊 你还不如用一个 对吧 用一个你可能 他胜率有55%也行了 啊 你用的多了 可能胜率叠加起来可能更低 你会发现有时候很多人用的更多 因为它是相互冲突的嘛 很多时候它矛盾的嘛 所以这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 做减法 不是做加法了 你已经学了很多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你 从减入房 这时候你要做的是什么 有化房为减 啊 要有结构思维 分类思维 要把它分类了 啊 不要的东西该不要的东西 该丢的就丢掉了 是吧 不需要那么多方法的 去尾存真 有些东西你学的东西 它不一定是适合你的 你就像你生了 18把武器 你都背在身上 啊 你能用几个 我就问你你能用几个 是吧 啊 成癫癫的 你可能你你 枪也拿了 刀也拿了 剑也拿了 是吧 弓箭也拿了啊 手榴弹啊 全部全副武装 但实际上 你可能本身背的这一身武器 你就很难受了 你更何况怎么去跑步前进呢 所以很多时候往往是因为你太复杂了 所以我们要去尾存真 要找出重点 对吧 越简单越有效 你就越容易执行 你搞不好你就拿一把刀 拿一把剑 你就能上阵杀敌 啊 也是可以的呀 对不对 一根植齿打天下 啊 大道至简 怎么来的就是这样来的 啊 另外呢 对于这一类进阶类朋友 那么就是 啊 君子善甲于物也 啊 所以我们刚刚也给大家说了 你不要试图去克服人性的弱点 啊 不要去克服人性的弱点 要学会借助辅助的工具 啊 我们说一定要借助辅助的一个工具 啊 扬长必短 啊 我们会的东西 那么我们就要扬长 我们不会的东西 我们就避短 对不对 你要学会扬长必短呀 学会展现自己的优势呀 啊 是不是啊 每个人优势不一样 所以说你要找到自己的优势 嗯 比如我们说第一盘看不过来的 啊 那么我们可以在提前在关键位设好预警 对不对 提前设好吗 我看不过来 那么多个品种我看不过来 我就提前设好吗 啊 到了位置那个软件自动给你弹窗提醒了 就提醒你哎 机会来了 嗯 再去看不就得了吗 这不就是接触工具吗 对不对 用好你的软件 相当于你上战场一样 你一定要把你的 枪给磨 磨好了 是吧 啊 灵正磨枪不快也光 一定要磨好了 啊 当然你能提前磨是更好的 比如执行力不强 啊 我看到机会了 但是我也知道是双坚合并 我也知道是 行情来了 但是我就是不敢进 我就是恐高或者恐低怎么办呢 你就设置好吗 在这个关键位你就设好 比如破了3000点 他满足条件了 我就设好 自动就给你开进去了 自动开仓 你止损也自动设好 止盈你也可以设好 你自己做不到的对吧 你自己不忍心卡的 我们说往往你想止损 是不是很难 是吧 谁也不想割肉啊 但是很多时候你不得不割 对吧 你一根手指的不砍 你就得砍掉一根手臂 啊 很多时候往往都是这样的 所以说 但是我们必须要有止损机制 你就要系统来带进你执行 对不对 系统执行系统是没有情绪的 啊 到了位置自动给你砍了 他也是在保护你 知道吧 啊 也是在保护你 然后另一块呢 比如我们说你喜欢盯盘 很多时候很多朋友 往往说拿不住单子 啊 容易受盈亏的干扰 是吧 看到赢了赚了 他心里波动很大 所以我们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我持有持仓的时候 我有持仓的时候 你不要一直盯着账户 把你的账户给他关掉 对不对 开完仓设好止损止盈了 你把账户关掉 啊 你可以去看K线图 看画线 对吧 现在只要趋势不破 你就持有 对不对 没到你的关键位你就拿着 不就行了吗 所以你要想想办法一定是有的 啊 另一块呢 当然我们就是说你要强化训练了 对吧 啊 我们说你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 一名优秀的猎人 一名优秀的运动员 你能够真正投入这个绝杀球 对不对 你时间还是要十年磨一剑 功夫在平时 你还是要去努力 还是要去投入时间精力 对吧 啊 我们说一万小时定律嘛 啊 一定是还是要去多训练的 敏锐旁感的养成 量变才能产生质变 是吧 后期才能勃发 所以说这是进阶 阶段的这个朋友啊 我们应该做的啊 这四个方面 啊 要先看看自己的资金管理模型 到底处于什么一个阶段 啊 要有结构的思维 做减法 是吧 把它分类 另一个呢是借助工具 另一个是要训练一下 对不对 我们说你运动员也一样 其实真正这个比赛的时间是比较短的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训练 是不是这个道理吗 我们交易也一样 很多人从来不训练 从来不研究 从来不学习 直接一上来就石旁 直接上了 那肯定也不行嘛 对不对 你想想结果就注定了 嗯 那最后啊 最后一个阶段 优化级啊 优化级呢 就是我们说 哎 他已经本身啊 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模型了 能实现盈利 但是呢 可能你还是忽高忽低 不是很稳定 对吧 他有模型 但是不够稳定 但是其实自己呢 也不太清楚原因 进入一个交易的瓶颈期 就是你想突破 但是呢 不知道怎么突破了 啊 那么这是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啊 那么就是还是一下 你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交易系统 还是要进行资金管理的测试 对仓位啊 胜率啊 盈亏比这几个关键值进行合理的匹配 因为有时候我们刚刚说了 你如果没有突破这个临界值啊 那么你是很难有真正的突破 所以会遇到瓶颈 这就是原因啊 对吧 所以你要把它进行一个科学的计算 先要去算一算 先去从理论上推导一下 你理论上都没有搞清楚 你更说实际呢 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对这几个关键 参数进行一个啊 审视 第二个呢 很多时候很多朋友对吧 他已经能赚钱了 但是呢 他心里赚在还是不稳定 为什么呢 因为他总是追求完美 他又 他已经远离了投资漩涡 对吧 他已经从漩涡出来了 能赚到钱了 但是呢 他又进入到新的困境 其实赚了钱 他也有点痛苦 为什么呢 看到市场的机会太多了 是吧 同时出现很多个猎物 那这个也想扎 那个也想扎 最终呢 这个啊 没抓到 那个没抓到 什么都想扎 就很容易错过 对不对 这猴子搬玉米一样 是吧 那么 什么都想抓 嗯 所以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你要建立第一性的原理啊 集中精力 先抓住龙头品种啊 怎么抓龙头呢 我们也有课程去给大家讲 对不对 你就先抓一个 不管是黑猫啊 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你先抓住了再说 对不对啊 就像我们说 你要上车也一样 是吧 别管我上的是第一节车厢 还是第五节车厢 我先上来再说啊 然后另一个是很多时候是什么呢 很多人赚了钱也很痛苦 是吧 看到我今天赚了一万块钱 别人赚了五万啊 那个人赚了十万呀 我也很痛苦 我赚的没别人多嘛 所以我们说痛苦来源于比较之中 这是人性 对吧 你就是因为你太比较了 每次都在比较 天天都在和别人比 你总是拿别人的产出比你自己的不足 对吧 你总是这么比 我告诉你人 你就痛苦到一辈子了 因为你永远 不可能说啊 我自己就是绝对是最好的 是吧 你每一个方面你去比 总有比你更厉害的啊 那么你这样比你就不用活了 是吧 所以交易是不是也一样了 很多人痛苦 天天痛苦 是吧 亏的钱很痛苦 赚了钱也很痛苦 就是因为比 看到别人又抓了什么大行情了 这个人又翻倍了 那个人又抓暂停板了 自己呢 没抓到 或者是说抓的少 对吧 别人抓暂停了 我就抓了两个点 对吧 很不开心很懊恼 但是我们要知道 这其实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啊 这是一个正常的事情 每个人你的系统模型不一样 你的交易性格也不一样 别人耐心很好 别人能抓个500点1000点的行情 你很急躁 对吧 进去抓10个点 恨不得马上冲 马上就跑了 你这种急躁的心理 你就做不了那么大的行情 啊 然后那么你就为什么要去比呢 当然你这种模式也有你的优点啊 你一定要意识到啊 我我每次抓10个点20个点 我其实我的胜率挺高呀 我转的也很开心呀 我这个累积起来 我不一定比你少呀 但是你那个转500个点 你可能过上车 你波动很大呀 是吧 你心里其实也很折磨呀 所以我们说方法没有绝对的好坏啊 关键是看你自己 自己适合什么样的行情 所以我们说对行情的适用性呢也不同啊 所以我们说评判交易的优劣不在于比收益多少啊 而是你待于自己值这个系统的执行程度上 那我自己就用这个系统了啊 我就这样了啊 我能不能把它执行下来就行了 我这个系统是能赚到钱的啊 是吧 长期下来还不错的啊 那我就执行就行了 不要去追求其他太多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优化级 当你已经到了这个层级 那么我们要去考虑的更多就是心理方面的 对不对啊 一定不追求完美 一定不要去比较 对吧看好自己就行了啊 啊看好自己就行了啊 不用去太关注外界的东西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交易大师 他往往喜欢那种安静的环境 他不可能天天去关注你谁赚钱了 谁亏钱了 是吧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做好自己就行了 所以我们说交易境界呢是三部曲 第一步 我们要做好资金管理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啊 一定要控制好风险啊 对市场要有个认知啊是吧 其次呢我们要构建好交易的框架啊 啊打好基础对吧 基础不劳地动上摇 这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是求存 先生存下来 保证不出大问题 其次呢我们要学习的是实战技巧 用一些辅助的工具 强化的训练 这个是我们要干什么呢 求真 发现其中那些规律对吧 帮我更好的抓行情 这是我们要求真 最后是什么呢 是交易的心理 交易哲学 就是我们说呢 是求自己 求自我了最后 最后是你自己和自己的斗争啊 你不是和别人在较量 所以我们说资本市场 是人与人之间的博弈 前面这两步呢 你可能是和别人在博弈 最后你和自己在博弈 这就是你不要追求完美 怎么去能够在交易当中 说真正实现做简单交易 过快乐生活呢 最终其实你都是要求自我 对吧 放过自己吧 对吧 对自己好一点 不要天天和别人比了 不要有那么多痛苦 是吧 没有那么多痛苦啊 所以你把这个不同的阶段 那么掌握了呢 其实我们说交易呢 其实就可能是一个化房为简 交易之道大道之简的一个过程 是吧 这个阶段啊 三步曲是我们每个人 每个交易者必须要走过的 所以我们说啊 每个人他觉醒的阶段不一样 他所处的阶段不一样 那么他对应一个训练的东西也不一样啊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就要给大家送第二波福利了 第二波福利呢 咱们也是给大家 你看咱们已经 已经给大家提供了啊 这个相应的一些课程 是吧 很系统很全面的课程 从构建框架到我们的架材共振 就是我们呢 双建合璧 再到520的结构 再到发掘趋势龙头 再到划线的技巧 然后是怎么去跨越投资 就是向我做好科学资金管理 最后再到是基本面一些方面的东西 对吧 然后是顺势而为 武士合一 然后再是补照领头羊品种 然后是用好基本面来辅助交易 就是克服人性的弱点 然后怎么去有效花费杠杆的威力 等等啊 等等这些课程 我们是一个系列的培训课程 相当于你是从基础啊 到这个啊 进阶啊 再到你的优化级都有了啊 都有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啊 咱们整个课程呢 是非常的系统啊 这也是把咱们多年的啊 这么一个实证经验分享给大家 对吧 希望大家呢 能够在此呢 有所帮助 有所收获 其实今天呢 我们也是挑了其中那些重点啊 给大家去进行展开讲解 但时间关系呢 我们肯定没办法 把所有的内容啊 是吧 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啊 都给大家讲出来 所以我们这个课程 其实是一共是好几十个小时 好几十个课时的一个内容 啊 所以大家呢 可以慢慢的再去学习 跟着团队好好的去学习 所以这是咱们第二波的福利 第二波福利呢 啊 咱们也是直播间所有的朋友啊 只要今天来参加直播的 那么都可以免费的领取一期 你可以任意选一期 感兴趣的可以先去听 对吧 所有朋友你都可以免费的去领一期 如果在咱们中营期货 这是咱们针对咱们的客户啊 咱们会员的福利了 是吧 咱们会员一定是有一个更多的福利嘛 对不对 这样才能对得起大家对我们的一个支持 如果你是在咱们这边新开户的 啊 那么你可以领五期 就你任选五期 是不是 你自己可以去选感兴趣的啊 如果你是咱们的VIP会员 是吧 长期跟着咱们的啊 跟着咱们很长时间啊 或者说 非常支持咱们的啊 那么你所有的课程都可以听啊 那么所以大家呢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不断的升级 对不对 争取成为咱们的这个VIP会员 甚至成为咱们的三星会员 对吧 那这样你能享受到的这个福利 其实是更多的啊 所以我们说 今天的主要的内容呢 也是到这里啊 再次呢也是把福利呢 送给大家啊 大家呢可以去联系咱们的啊 这个报名的老师 可以去领取咱们的福利 包括咱们第一波的福利是吧 怎么去计算这个最有盈利仓位的 这个呢也是每个人都有的啊 所有直播间的朋友你都可以领的 然后这个课程呢也是每个人啊 你都可以领到的 是吧啊是咱们的会员 你可以领更多 对不对啊也是感谢大家 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啊 好以上呢啊就是咱们今天啊 然后所有的课程的内容了 也是再次感谢大家 这两个小时的时间的陪伴和支持 包括大家积极参与互动啊 也是非常的感谢啊 那么我们今天呢 这么多内容啊也是干货忙嘛 可以说给大家讲了很多实证技巧 以及我们的一些交易 对吧啊一些心理方面的东西 希望帮助大家呢也是有所喜欢 有所收获啊 我们说年底了也是给大家做一个访思和总结 是不是啊 那么其实这个呢相信对大家后面啊 去打好收官之杖是有帮助的 而我们说打好收官之杖 我们不一定是给大家讲行情 告诉你怎么做 受人以鱼不柔 受人以鱼 我告诉你怎么去钓鱼 怎么去打猎 其实这对你来说啊是更好的 我们不仅要打好收官之杖 还要打好开局之杖 对不对 这才是一个长远的方式 我告诉你这个怎么做 那其实都是很短期的 我们一定要学会真正的方法 是吧 把这个方法技巧学到手 这才是属于自己的啊 所以我们说给大家提供这么多的福利呢 大家也可以去好好的去训练啊 再后期呢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啊 还可以再联系咱们啊 这上面呢也有这个啊 联系的方式和这个二维码 大家也可以去啊 加咱们的微信 可以去进一步的交流 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啊 可以再继续的这个私下里交流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主要的内容呢 就是到这里再次感谢大家啊 来到咱们中营期货的直播间 来到咱们的一个公开课 也是希望咱们今天的一个分享 对大家有所帮助有所启发 好 那么我们再次感谢大家 谢谢各位 那么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呢 就到这里